要论国产古装悬疑局 他敢说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就连周杰版的少年爆青天 梁冠华的神探敌人杰 也不足以撼弄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接着当时一星播出 不仅在多半斩获了9.3的高分 其收视率 更是超过了当时每晚7点 所有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 没错 今天要讲的 正是上映于2005年 便火爆大将南北的大宋提行官 全局虽然有52集 但没有一句废话 戏分下来为11个单元 每个单元都是一件扑朔迷离的案件 小时候开始权疑推理剧 长大后才明白 这简直就是宋代版人民的民意 即便部分画面十分粗糙 但仍抵不住他的好 废话不多说 今日奉上第一单元 梅城迷案 但故事啊 还得从这里讲起 人间宋词一身白衣 孤身一人 穿过未严的衙门大堂 来到一口棺材前 想要开棺验尸 此时却遭到了岳父的阻拦 声称 尸体已经百官查验 判的是暴病而亡 你却怀疑有谋杀之嫌 若无实诚把握 千万别轻易开关 你金榜高中 名列三角 何必问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 貌似风险 此话一出 直见宋词的父亲开始大声呵斥 人命关天 莫到实诚胜算 但有三分疑问 你就不敢轻言放弃 人命关天啊 而此时在宋词心中 也早已悟出五字真言 人命大如天 等打开棺材后 刚才还面容静白的女尸 皮肤瞬间便变得不忍直视 经过宋词独有的检验方式 宋词坚信 这是谋杀 何以见谍 刚才宋某厌变尸体全身 尸体头上七孔无血 身上四肢完好 相背无痕 伏后无疮 这说明原判并如二致 但是诸位大人请看 原来细心的宋词 在死者头部发现了一只蛆虫 而且这不是一般的蛆虫 这是由苍蝇巨钉所致 而苍蝇是血 可死者若是由盾气击打头部哀王 必会大量出血 但死者发从尖 却未见血腥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死者并非为盾气所伤 而是火烧铁钉 用火烧铁钉 定入脑壶 虽有腥味 但不流血 宋某断言 死者是被人用火烧铁钉 定入隐门穴之处 没想到 从小痴迷验尸断案的宋词 竟然在梦中还执着破案 只见他拿起研究已久 还带有裂口的头盖骨 欣喜若狂 想不到宋某百思不得其解的秘密 居然在梦中找到了答案 此时一旁的众人都夸他 日后肯定会自成副业 成为一名刑狱推官 但此时的宋词却口出狂言 此话一出 众人不屑一顾 听到这 大家更觉得他是在吹牛 可没想到第二天 他和结义兄弟孟良辰 真的都金榜提名 酒官里 一帝孟良辰告知宋词 他要利用孤明去请官 而去的地方 正是被称为龙潭虎穴的梅城县 梅城县常年空缺吃县职位 好不容易 有个竹吃县前去接任 可刚刚上任不久 便在梅城县离奇死亡 无人问津 官场朝廷 谈眉色变 都说宁愿一辈子不做官 也不到梅城县那个鬼地方当官 于是心系设计 励志恩泽百姓的孟良辰 决定前去趟这趟浑水 就算是一腔热血 撒在梅城的山山水水 我有无缘无悔 听到这 宋词虽然深感佩服 但老志县死得不明不白 宋词还是担心异地的安危 想陪他一同赴任 可一身正气的孟良辰 直接拒绝了宋词的请求 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 让人掺着扶着去 这要是传出去 我拿什么官威 去镇慑那些个 赤利小人 贪官无利啊 但宋词仍心有不安 却无以言表 此去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恐怕要劳人凶 替小弟收尸了 可没想到梅良辰 竟一语成鸡 今日一别 江城永绝啊 去你的 开个玩笑嘛 你何必认真嘛 而在为他上刑狱之路前 纵死便小事牛刀 轻松让众人折服 此时金榜提名的兄弟两人 正在撸串庆祝 只见大街上围满了人 原来是一屠夫提到 抓这位受肉的男人 屠夫喊道 这人去肉铺偷了他的钱 但男人却连声喊冤 声称只是想去肉铺 给家中老母买点肉铺身子 自己身上的钱 也是原来抓药的 此时看客们众说纷纭 各自开始站队 但双方都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 而宋慈仅用一桶水 便轻松解决了眼下的难题 当钱扔入水里后 这水上 可是浮出了一层油花啊 这钱 如果不是从肉铺偷的 那何来这一层油纸啊 拿到钱的屠夫十分震惊 人了 人了 刚要感谢宋慈 但此时宋慈早已溜至大吉 原来宋慈之所以精通断案 是因为自己的父亲 便是朝野有名的推官宋慈 一生查案无数 从无差错 为人正直 善恶分明 深受百姓爱戴 从小耳濡目染的宋慈 便因此也对艳石断案十分着迷 可如今的宋慈 却时常郁郁寡欢 摇头懊悔 甚至命人将百姓 献给他的功德匾摘掉 可就是因为这块匾分量太重 宋慈觉得他不配 即使家奴苦苦哀求 宋慈还是执意让手下摘下牌匾 事后宋慈一夜未睡 身心俱疲 开始询问家奴 家奴坚决地回答 老爷没有出过错 也不会出错 而最后这句话 也成为了 压死宋慈的最后一次稻草 老百姓不都在说吗 国有包时制 今有宋推官吗 当然有错改过为善 可掌管刑御的推官要是犯了错 后果是什么 枉断人命 明天就是儿子送辞的大婚之日 可面对夫人的来信催促 老爷 要是回去晚了 可真就误了大喜了 可今天是他们三周年的忌日 说好的回家 可等家奴套好马车 喂好马匹 前去叫宋慈启程时 宋慈却死在了房内 而宋慈不知道的是 此刻自己的异地 也被一场大火烧得粉身碎骨 就在宋慈拜堂时 满碗哭喊的家奴 却带回了一具棺材 金榜提名时 洞房花烛夜 人生四大幸事 宋慈就占了两样 如今不仅娶了贤良淑德的小娇妻 还有了身为朝廷三品大员的岳父做靠山 称他为人生赢家 也不为过 可往往天不随人怨 新婚当天 父亲去世 母亲被弃昏倒 喜事便丧事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异常痛苦的 而当宋慈在给王妇擦拭身体时 却发现了异常 等再回头看下家奴 家奴不自然的表情也告诉宋慈 这事没那么简单 晚上祭祀时分 只见宋慈遣亲友 唯独留下的老家奴 开始询问王妇死因 家奴声称 是死于风寒 胡说 家父分明是死于谋杀 跪下 我再问你一遍 家父是怎么死的 眼见家奴不招 气急败坏的宋慈 便要将家奴送往官府 被吓到的家奴 这才到处实情 原来老爷临终前 给宋慈留了封遗书 为防外人得知 本想办完丧事后 再将信封给他 但如今没办法 只能让宋慈提前阅览 而当宋慈看完信件后 40年断育从无插错的宋慈 却是因物断命案 而服毒自杀 以死谢罪的 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 父亲在遗书中 给儿子留下了一道 终身不得涉足刑御的遗命 而几天后 家奴也突然离世 从小立志自成父业的宋慈 变得心灰意冷 居然岳父脱关系 帮他弄到了铁饭碗 宋慈也不屑一顾 整日戒酒消愁 浑浑噩噩 这天 在酒馆喝醉没钱结账时 偶然让他遇到了之前的屠夫 而此时的屠夫 郑晓就要找宋慈 原来屠夫原先是 梅城竹志县手下的得力仆头 竹志县意外身亡后 女儿英姑未替父亲揭开一案 找到屠夫 想让屠夫陪他一起 去找为人正直 断案无数的宋退官 可如今宋老退官的促然作骨 使英姑和屠夫的计划落空 但好在得知宋慈 偶有王父遗风 便想求他出马 可从小孝顺的宋慈 又怎敢违抗父命 没办法 屠夫只能被迫使出激将法 还记得你有一个叫 孟良辰的兄弟吗 生死之教如何能忘 哼 生死之教 恐怕是口是心非吧 傻傻的宋慈 还以为一帝已经在梅城复任 却不知他早在复任途中 便死在了客栈的一场大火中 得知恶讯 宋慈首先想到的 便是前去替一帝申冤 但一旦涉及行御 又有违复道 不义不孝 宋慈陷于两难境地 而当母亲得知孟良辰的惨愈后 便对宋慈进行了一番开导 此时 他顿然领悟了父亲临终一宴的良苦用心 老推官是以自己的过世和生命的代价 告诫儿子 人命大如天的人生治理 解开了心头的郁杰 宋慈选择带着屠夫和殷姑 义无反顾地赶往梅城 替无辜惨死的人 讨坏公道 我和你不一样 你呢 有令尊大人的名声在朝 你是不出朝廷 不给你派个好差 我呢 三代白衣 家境平寒 现在是科中了 可是往后的仕途上 那好比是三福天过火焰山呢 连颗遮阴的树都没有了 十年寒窗一朝中事 为的什么呀 不就是求个仕途 报效设计吗 那个梅城县 是龙潭虎穴 可是谁都不敢去 为民做官 那儿的黎民百姓可不就 永远也见不到朗朗青天了 我孟某 是求官心切 可可可我这心里流淌的不是酒啊 是热血啊 就算是一腔热血 撒在梅城的山山水水 我又无缘无悔 他大宋提心官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清官 送辞了结义兄弟 孟良辰 可谁能想到 兄弟俩这一别 并永远的阴阳相隔 孟良辰还没走马上任 便死在了义馆的一场大火中 还早在孟良辰赴任前 上一任直线 也意外身亡 不了了之 得着异地身亡后 宋慈当即便带着殷姑和屠夫普陀王 来到了梅城县调查案件 可当一到县衙 从阳主部 到周围小丽惊慌失措的眼神中 宋慈便隐悦察觉 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此时之州也赶来吊眼 可字字句句 都在暗讽阳 逐步他们是凶手 但就是查无使政 无可奈何 一旁的宋慈听到这后 便主动请阴 开关验尸 虽然小丽急不情愿 但关大一急压死人 众人只能听从之州吩咐 让宋慈查验 当看到一地被烧得粉身碎骨时 宋慈痛油心生 一眼便瞧出这是谋杀 随后搓起一点被烧焦的尸骨 仔细检查后 只是淡淡地向之州大人说道 没有疑问 是死于火灾 可即便宋慈给出了答案 但之州仍心存疑虑 老夫绝不相信 是意外大火 孟哲仙之死 是被人谋杀之后 在纵火灭尸 可宋慈却说 孟贤帝确实是死于大火 因为孟贤帝口中 含有烟灰 活人欲晃 被火逼奔征 其口张开 气脉往来 那么烟灰必进入口中 如果说是死后焚尸的话 气口已闭 气脉已停 就不会有烟灰进入 现在孟贤帝口中满是烟灰 足以证明 他死前 曾奔走于大火中 但之州还是疑惑 就算孟之县 是死于大火 难道 就没有人杀人放火灭尸吗 听到这 宋慈便决定 去火灾现场勘察 此时县衙小丽也闻风赶来 直轴又是一番数落暗讽 宋慈说道 面目全非的驿战 确实没有一丝证据可寻 除非亲眼所见 听到这的支州 突然想到了驿馆负责人 可当他们赶到县衙大牢时 驿承早已上吊身亡 此时驿馆唯一的目击证人 也无法开口 而经宋慈一番勘验 确实是自杀 随后便匆匆离开大牢 但其实 原来宋慈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如果驿承真是凶手 那就不至于 后悔到把额头都磕烂 虽然他确实是自杀 但明明已经死了三前 全命运不宣 目的就是为了等他这个见证人 自己从一开始 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变成了他们的提线木偶 这是像个示威啊 可宋慈也并非出声牛犊 在走出牢房时 便故意将岳父给他的官瓶扔在了地上 小丽们看到后 还以为他是朝廷派来的钦差 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如今 只需要坐等他们露出破绽即可 而回来的英姑 和大街上的人一样气愤 都觉得宋慈做起了黑鸭们的帮凶 和他们蛇属一窝 狼狈为奸 因为这两个证明 简直和他父亲老之前吃死 如出一辙 我早就该料到 这就是你来这儿的目的 哼 不过这也说明 宋某这一记 还真灵了 大宋提前观众有这么一个片段 女人轻轻拖掉男人的鞋子 端了洗脚水给他洗脚 而这一泡 竟泡出了一桩惊天大案 对啊 燕米醋 酒泼 能嫌有血入地的痕迹 只见宋慈带着葡萄王来到了案发现场 先是将异地的房间打扫干净 随后将米醋和酒水泼在了案发地 而经过化学反应 果然 原来烧结了地面上 竟出现了案发时的一大片血迹 虽然这种证据无法保存 但至少证明了异地 是先遭人杀害 再死后焚尸 随后宋慈向蜘蛛 盗鸣了实情 你不是说嘴里还有烟灰吗 那是始作赢者 弄巧成拙 此话怎讲啊 原来活人被火烧烤 体内壁酸水上涌 口中唾沫俱增 与进入口壁的烟灰交融 急成糊状 而孟大人口中的烟灰 甘若粉尘 由此可见 绝不是什么意外 而是被人谋杀 焚尸灭绩 但如果没有一个武作出身的高人 绝不会做出这种在甘湿嘴里交灰 来掩盖事实真相的骚草座 而当说起武作出身 两人一口同声地喊出 原来蜘蛛大人也怀疑此人 但宋斯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眼前这个老狐狸 才是真正的深藏不漏 而此时的杨主布 正在妓女房中拿六月红撒气 此时女人的表哥黑三突然闯入 开始要挟杨主布 原来杀手黑三 深知杨主布年年谎暴灾情 朝廷年年免税 老百姓交出了税收 则全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 说罢 便向杨主布索要五十两黄金 并计划带着表妹原左高匪 这五十两黄金 可以保住你们几个脑袋 而当画面转到落马坡 此时的宋慈 还在调查竹志县意外坠亡的死因 可却在同一地点 再次发现有人坠亡 死的人正是杀手黑三 而在之后 因故随口说出了一句话 再次揭穿了资州的谎言 原来竹志县当时 收集了大量官员 贪赃王法的证据 根据大宋礼律 只能将证据交给上司资州 由资州转成朝廷 可随后 却在从资州府离开后 在落马坡意外坠亡 吃午饭的时候 还跟大人好好的喝个酒 转眼间等着死 但这描述 却和资州当时所述的恰恰相反 朱志县来州府来议事 一完事 老夫要留他吃了午饭再走 可他急着要回去 谁知道在半道上 就是那个落马坡 他坠马身亡 此时宋慈恍然大悟 资州是在说谎 可一旦宋慈假钦差的身份被发现 他们都自身难保 为今之计 只能尽快查出真凶 我要开关验尸 可前脚刚刚离开资州府 宋慈和卜多王 便遭到了一群黑衣人追杀 幸好宋慈的岳父受命钦差 及时赶到暗失援手 这才使宋慈摆脱追杀 还顺道给宋慈 带来了一个见面礼 富生醒来的六月红 也终于道出了真相 原来黑衣是资州养的一名杀手 临走前 资州本领黑衣杀死杨主布 但剑前掩开的表格黑衣 不仅威胁杨主布拿到了银两 还与信心相投的杨主布 喝了一顿剑行酒 可当走到落马坡 便深感不适摔下悬崖 梅成县两任支线谋杀案 昭然若揭 宋慈向岳父请命收网 大唐之上 宋慈见至卢之舟 从开关验尸到现在 所到之处都一无所获 他一直都被卢之舟牵着鼻子走 而杨主布 才是没呈现真正的当家人 也是孟良辰谋杀案的操办人 更是卢之舟的弃死鬼 因为除了杨主布是武座出身 还有杨主布 不为人知的寿业恩师 也是武座出身的卢之舟 表面上 黑衣是杨主布孤待的杀手 但其实 黑衣一直是卢之舟的人 卢之舟本想让黑衣杀了杨主布 将所有罪罪嫁过到死人身上 但他没想到 贪财的黑衣会两边通吃 还想代表妹袁左高飞 却不料被杨主布 毒死在了洛马坡 随后宋慈在 宴完竹之舟的遗骸后 侍着眼大方承认 竹之舟就是他毒死的 后生可畏 我出生卑微 口心沥血苦心经营了 几十年的家业 被你这个出租茅庐的小子 全部给毁掉了 你小子就算有难卖 可你还 牵点火候 你能从半年前的尸骨中 验出中毒 但你能从一具胶尸中 验出他是怎么死的吗 此时的知识狂笑不止 即使他自己亲口承认 孟良辰是他指使人杀死的 但却找不到他谋杀了一丝证据 一个没有证据的命案 即便是凶手服了法 可作为验尸官 留下的是终生的遗憾 谁料宋慈 却用今世骇俗的检验之法 竟将孟良辰被谋杀后 又惨遭焚尸灭迹的证据 从卧室的地面上验了出来 原来人是被火焚烧时 溢出的油脂 会随人体渗入泥地 用火灼烧后 渗入泥地的油脂 便会重新泛出地面 与烟灰粘连 而死者被焚之前的侍卫形状 便会由此重现 证据一出 知诸无话可说 此番没成 为父才亲眼领教 什么才是神 宋慈初次出山 便剑下其功 令朝野震动 被破格提升为 大理资争六品主事 而大宋提心官宋慈 辉煌精彩的一生 也正式开始 这是大宋提心官中最大的冤案 看完简直刷新了我的三观 有人说 这是中国版罗生门 不过我觉得这部分剧情 更像是西西里的传说 但其中又掺杂了一些 中国女人的独有品质 由于剧情太绕 且听我西西到来 今日奉上第二单元 太平县冤案 女人的丈夫意外身亡 众人都以为 是因为女子太过妖艳 导致丈夫被奸夫杀害 可就在奸夫即将被处战时 宋慈的意外到来 揭开了宋晚期最大的冤案之一 而经过调查跟此事有关的三人 三个人证 三个说法 到底该相信谁 故事一开始 大唐之上 只限吴苗水 拿着沾满死者血迹的衣物 对着堂下的一对肩妇淫妇 进行审判 案犯曹默也亲口承认 他杀了女人的丈夫王寺 而当问起杀人动机时 曹默也直言 是因为妒忌王寺 没能如愿和小娘子结为夫妻 激动之余 竟开始狂删自己 怨恨自己有一张臭嘴 但从一旁女人 连忙摇头的举动可以看出 事情绝不是曹默说的那样 此时县衙师也走了出来 相信看到这的朋友们 肯定会有人认为 曹默一定是替玉娘顶得罪 但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 那就继续往下看 因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 看完绝对会刷新你的三观 一年之后 宋慈奉命寻查暗宗 当来到太平县时 知县吴苗水 还在夸自己断案如神 知县有方 但他根本不清楚 刚见面的宋慈 便送给了知县吴苗水 一个见面礼 这县城之内 昨夜是否发生了道案 道案 好像还是价值不小的大案 便利补托王将几人压了上来 原来在宋慈出入太平县时 迎面来了几个壮汉 抬着一个担架 担架上躺着一名女患者 但宋慈只看了一眼 便从几人的神色举止中 发现了端倪 立马让普托王前去欺拿 原来还未经盘问 宋慈便断定 几人伙同青楼女子 盗取了大量财物 并将所盗之物 夹带在被褥中 计划出声跑路 此时团伙老大开口询问 有一件事我不服 我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事先被谁告密官府 还望大人给我们言明 也让我等 坐牢杀头 图个明白 但这件事 真的有人告密吗 并没有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是宋慈推理出来的 原来宋慈在第一眼 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女病患时 便从头饰发现 这是青楼女子 他开始给吃线上课 四个大汉 抬着妓女 一大清早 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其二则是 四个大汉 竟然抬着一个女子 回汉留夹背 气喘吁吁 如此沉重 被褥中肯定有夹带 其三则最关键 因为他们当时一路的锦武被褥 四个大汉 怎么会这么细心 这其中必有古怪 一番看似简单的推理过后 就连躺下的盗贼们 四丘声称 他杀了人 他杀了王四 但母亲的一句话 直接让四丘重获新生 你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 娘还骂你没出行呢 你现在连人都敢杀了 简单的几句话 一下点醒了即将离去的宋词 曹墨 你因何杀人从此到来 我没杀人啊 听到这 直显大怒 你敢翻供 曹墨瞬间又变换口风 急忙承认 自己不翻供 王四是他杀的 而在老母亲给儿子整理妆容时 宋词无意中观察到了母亲的手臂 那道心伤疤 更是令人生疑 当即便调出了卷宗 不翻不知道 一番吓一跳 老师憨厚了贾里正 一年前 他曾在河边发现一句男尸 太惨了 来到案发地的宋词和普通王初步怀疑 是贾里正杀人劫财在前 老师报案在后 但今宋词一番严查 出现了三个证人 三个说法 究竟谁说的是真话 智商不超过一百的人 真的不建议观看 记得当时看这段剧情时 简直让我对编剧佩服得五体投地 知线先说 曹默因为垂涎玉娘的美色 这才杀掉了玉娘的丈夫 杀人王四 因为不仅有血液为证 而且就连曹默本人 也在县衙大唐亲口承认 最重要的是 案卷中详细记载了全过程 当时率先指证曹默的王媒婆 案发当日 就是她陪着玉娘来到现场 这是谁下的毒手啊 天哪 我只当是句戏言 谁知道 她真敢下毒手啊 之后王媒婆道出真相 在王四被害的前三日 在王媒婆的店里 曹默偶遇了前来买瓜的玉娘 美艳的面容和火大的身材 直接看到曹默十分上头 此时恰逢大雨 跌倒的玉娘被曹默扶起 两人眉来眼去 动作轻浮 随后曹默返回了瓜店 请求王媒婆帮她说和这桩情事 但王媒婆却泼了她一脸冷水 你要是早两年认识玉娘啊 你们两个人啊 是郎才女貌 天配成的一对 可如今呢 那玉娘一定是他人之妻 我总不能让王四把老婆让给你吧 什么王四王八 我杀了他 你杀呀 你杀呀 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四 不出三天 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 王妈妈 一言为定了 可回到府上 师爷又前了告密 声称曹默和玉娘是通奸杀人 师爷称 玉娘是太平县里 有名的风骚浪荡货色 当一向风流的曹默和玉娘初次见面时 两人便各自称自己为 潘吉年和西门庆一番戏耍后 玉娘前来买瓜 曹默也紧跟其后 此时两人互相挑逗 眉来眼去 可玉娘刚走 天空便下起了大雨 眉婆也趁势 递给曹默一把雨伞 这成了好事 可别问了我这没人啊 我曹默人 绝不是爷 说吧 便给此刻假装扭伤脚的玉娘 打起了伞 玉娘也没忍住 直接将曹默按在墙上 曹默此事也见好就收 通窗过后 玉娘埋怨自己的丈夫 没有一点情趣 曹默也觉得可惜 情到深处 两人便密摸起了一件大事 我们家四郎啊 今天去东山收取货银 晚上回来的路上 你就把他给杀了 可师爷讲的再精彩 却经不住宋司的推敲 这肩负银夫在房仇 密谋杀人的话 师爷是怎么知道的 这都不重要 因为让师爷确信的一点 就是玉娘当时 一到现场便露出破绽 在距离赤身 还有几米远时 面容还被草席遮挡着 可玉娘却直接喊出了 王思的名字 冲了上去 而玉娘露出的破绽 如今就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她事先知道 她的丈夫要在此处被谋喊 换言之 就是她跟坚夫合谋 害死了王思 师爷大喜 终于找到了一个明白人 可宋司却大怒 那为何卷宗上 却写着曹默杀人 师爷只能解释到 是直线杜贤技能 故意为之 为解开谜团 宋司再次传来三号证人 王媚婆 此时王媚婆也证明 玉娘确实在吉米之外 未掀开草席的情况下 便喊出了王思的名字 但玉娘在王媚婆的口述中 简直就是一个 贤娘术德的好女人 原来那天 曹默要求王媚婆 给她说张好亲事 下脚撞上了 前来买瓜的玉娘 曹默一见钟情 等下起大雨后 玉娘不小心摔倒在地 曹默前来英雄救美 但唐突的行为 让玉娘直接拒绝 等曹默一路尾随了 玉娘家门口时 玉娘还了外套 便关门回家 曹默再次折回挂店 想让媚婆说和说和 字字句句里 更是看不起王思 觉得她配不上玉娘 人家有十一个脚趾头 你有吗 那我 干脆在半道上 把她给杀了 让玉娘成为寡妇 我再把她娶过来 你要是有胆量杀了王思 那不出三天 我就把人给你送到府上 那好 那就一言为定啊 三个证人 三种证词 三种说法 究竟谁是对的 原来知现吴苗水 之所以把玉娘 戳成一个百媚横生 让所有男人 一见面心神不尽的女人 宋词推断 只是为了给曹默寻找杀人动机 而失业将玉娘 描述成一个水性洋花 不守妇道的淫妇 宋词只是怀疑 事业对天下女人有敌意 天下的淫妇 她都一样 殊不知她本身 就是个绿巨人 她曾一度亲眼听到 并看到自己的贱内 和别的男人 在自家房中偷情 自己正在门口 却无能为力 我唐某 万卷在凶 只能为一个妇道人家 又失大体 王美婆的证词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她说漏了嘴 差点连累玉娘 牵扯进通奸谋杀的案子里去 因为心存愧疚 所以她口中的玉娘 必是贤良淑德 但百闻不如一见 宋词决定 去亲自会会这个玉娘 注意看 只见这个母亲划破手臂 用血尽失衣物 只为作为证 陷害自己的儿子 硬早送她去断头台 而这也成了 大宋晚期最大的冤案之一 一年前男子曹默 被判殷爱杀人 但在斩首前夕 经提刑官宋词调查后发现 三哥证人三种证词 三个说法 更重要的是 三哥证人都在说谎 当解开谜语后 背后的真相 更是让当年的观众 百感交集 就连之前当时 用来定罪的证物血衣 也是杀人犯曹默的母亲 划破自己的手臂伪造的 原来在解开谜语之前 宋词前来会见 曹默因爱杀人的心上人 死者王寺的妻子 玉娘 可一路尾随后发现 她竟走进了曹默的宅院 难不成正如师爷所说 她真的跟曹默有奸情 可在这里 宋词不仅看到了曹默母亲 为她和儿子准备的两口棺材 更是从他们口中 才了解到了实情 原来从一开始 曹默和玉娘便是被驱打成招 随后将玉娘和曹默 关在了一起 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实在忍受不了酷刑折磨 便和玉娘商量 决定主动担了这杀人的罪责 一了百了 给个痛快 而这一切 都被暗出了支线偷听岛 于是到第二天 支线便顺水推舟 判曹默杀人 而亲手送儿子 伤断头台的那件伪证血衣 也只是母亲 为了帮助儿子减轻痛苦 送他上路的最后一颗子弹 预计被他们捕捕打死 都不如干干脆醉 娘要是还心疼我这个不孝子 就抱抱我 娘 我守不了了 回复了宋慈悲从心来 他要为曹默和他母亲讨回公道 决定重审此案 大堂之上 宋慈先是指出第一破绽 先是判定通奸杀人 是因为众人都觉得 玉娘竟然能在极米远 未解草息的情况下 并认出王夫 但他们都不知道 是因为他看到了 那路在外面的十一根脚趾头 而改判曹默杀人 更是破绽百出 因为案发那天下了大雨 如果当天曹默真想杀王四 他必须先送完玉娘 再去刮店 随后再掉头向东 在大雨倾盆 拧拧南前的山路上 一口气跑十几里 去暗杀王四 然后再抛尸河中 这个文弱书生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到呢 而曹默连王四都没见过 他怎么去杀 再说起这件血衣 如果衣服真是死者的 血迹上 那前后怎么可能一色相应 显然是有人滴血所至 而最重要的是 在盛夏时分 怎么会有人 穿一件厚重的秋装呢 这件血衣 就是这位老母亲 为了把自己的儿子 推上断头台 伪造的 就是这位老母亲 为了有朝一日 冤暗昭雪 为我们成心流的一个破绽 此时之前还想用曹默的 金笔画鸭 来做最后一波 说得好 就是这个金笔画鸭 又露出了一个天大的破绽 原来签字画鸭式的草莫 并没有用自己擅长写字的右手 只因为当时的直线贪功心切 在言行逼功下 出生草莫的右手被生生打断 这才用了左手画鸭签字 而王四真正的死因 还差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 报案的贾里正 而此时范伟饰演的贾里正 一年前曾在河边发现了一具满身伤害的男尸 而如今 当宋慈第一眼看到老师憨厚的贾里正时 还没等家里正交代事情原委 便直言不讳 你可不是个捉嘴笨塞的草莫 你是个能说会道的草莫 事后 宋慈开关验尸 只将他拿起死者的头颅 将骷髅放入盆中后 先用验醋将其冲洗 然后擦拭表面 当观察没有其他裂系时 便开始取热汤 从顶门穴灌入 只将热汤冲进骷髅后 谜底也彻底揭开 活人溺水 以鼻息举气 加之水中挣扎 必有水中的泥沙吸入脑中 要是死后抛尸 其气息与弊 便不会有泥沙进入 当宋慈拿起头骨后 指尖布网上确实有大量泥沙 铁正面前 只限无秒水无烟已变 只能被迫承认王四是溺水爱王 原来在宋慈出入太平线时 便曾观察过河坝 大人 这桥怎么在水底下呢 汉石是桥 汉石就是坝了 爱王四身亡那天 天空正下着大雨 山洪爆发 经过调查宋慈也发现 王四的尸体 正是从上游坝口 一路漂浮到案发地 宋慈断定 当时只想召集怀家见娘子的王四 肯定冒险汤水过河 可当他行至河中间时 水越来越大 最终不幸失足落水 而王四身上的多数刀伤 更是无稽之谈 那不是刀伤吴大人 是被十刀树枝划破所致 曹末沉冤得雪 但宋慈却十分失望 甚至愤怒 因为如此简单的意外溺水案 却搞得这么复杂 他先是谴责了书生曹末 王美婆 和挑拨是非的尸业 让他们以后管好自己的嘴 不要在信口开河 以讹传讹 搬弄是非 至于这个贾里正 如果不是他当时在发现尸体时 贪财心切 偷偷将死者身上的银两占为己有 也不会直接误导众人 将这定性为为暗谋财杀人案 而制限吴苗水最为可憎 明知曹末有冤 却将错就错 为了给自己的仕途铺路 不惜草草结案 给自己带了一个断案如神的高帽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 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 吴苗水 你说 你不是凶手 谁是凶手 案件终于了结 可就在宋慈和夫人临走时 被罢官了吴苗水 拦住了宋慈的马车 告诉你 我告诉你 别说一个宋慈 就是十个八个 也就想把这浑浊的世道 变得天狼水清 我吴苗水 一定在官场上 还会跟你见面 我还会跟你见面的 你敬重 宋慈看着疯狂的吴苗水 不屑一顾 因为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吴苗水 日后会成为他的一生之敌 此时的郭东霖可不是在拍小品 而是在餐演被奉上神坛的国产证据 被称为古装玄于天花板 平分高达9.3的大宋提心官 剧中的礼堂 左有贤妻妾娘 右有小妾柳氏 花的没钱了 还有岳父资助的三百两银子 助他东山再起 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可就在从老账人家回来的第二天 便被路过的提心官宋慈意外发现 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更是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一把戴血的匕首 而这匕首正是李唐夫妇 送给小谢柳氏防身用的 所以当连夜出逃的小谢 被官府抓到时 便立马认定她为第一嫌疑人 案发前一天 李唐和夫人倩娘 前去给岳父助寿 晚上岳父见李唐可怜 让他写了一纸契约后 便给了他三百两 自助他开个酒楼 拿了钱的李唐 当晚便丢下倩娘 急匆匆的赶回去陪小谢柳氏 当醉酒的李唐 拿着银两回到家中时 柳氏还在纳闷 李唐哪来这么多钱 不料李唐直接开玩笑的说道 小谢听到这不敢相信 再次质问李唐 听到这后 柳氏心碎一地 失望至极 只见他拿起匕首后 画面便转了第二天 可没想到李唐 真的死在了自家床上 但在经过宋慈仔细勘验 李唐身上的刀口 和匕首的尺寸不一样 而且案发现场的匕首 也只有一面沾满了血迹 这显然是有人故意放上去的 果然在李唐仔细搜查后 在花园的池塘里 找到了真正的凶器 这肯定是凶手 在杀人跑路之时 意外将刀吊住了池塘 更重要的是 宋慈无意中发现 柳氏竟怀有身孕 所以怀有李唐孩子的他 绝不会对李唐痛下杀手 为什么有人 要嫁祸柳氏呢 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原来 李福祖辈父甲一方 如今到李唐这一带 却沦落到变卖家产度日 自己争气的肚子 还不争气 好在小妾有了身孕 可还没来得及告诉李唐 两人便阴阳相隔 而小妾之所以当晚跑路 并不是畏罪潜逃 而是真的担心 第二天有人会把他带走 但有一点值得思考 那就是柳氏说 李唐是四更天回家的 而且满身酒气 此时夫人倩娘却直接反驳 丈夫从他们家出发时为出更 十几里路 怎么可能四更天才到呢 而且临走时 他根本没有喝酒 那李唐在这期间 究竟和谁喝的酒 又发生了什么 等柳氏关押后 再次到处事情 当日李唐将匹手递给他时 他刚放下 倩娘再次亲手 将刀交到了他的手上 为了调查真相 纵此在这手下 躲在了李府对面的酒庄 不料尽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只见买李府家具的假商人 再次悄悄走进李府 但没一会儿 便被倩娘棍棒喝除 此时宋慈推断 会不会是倩娘吩咐假人 杀的李唐 从而嫁祸给柳氏 至于那案发后 李府丢失了三百两银子 极有可能就被当做 这件事的酬金 但很快便将这个猜想否定了 因为出身高贵的夫人 怎么可能会和长相猥琐的商人 有生死之情呢 此时普陀从假人家里 搜了一件物证 倩娘的贴身首饰 宋慈也瞬间回想到之前 李唐岳父曾登门拜访 不仅要求宋慈 给他嫌去报仇 找出真凶 还无意中透露出 女儿因为私夫性窃 不小心把晚发的一只玉簪给弄丢了 可面对审问 假人交代 当晚他临睡前 在破洗脚水时 上到了李唐 假人表面上 为给李唐赔罪 邀请他进屋喝酒 实则是想再次受购他们家的老东西 李唐今日也开心 也没再拒绝 两人在酒桌上意气相投 李唐也毫不吝啬 直接拿出银两开始炫耀 随后在李唐离开后 假人刚准备关门睡觉 竟听到门外传来女人的声音 原来是李唐夫人摔倒了 可夫人倩娘一句话也没说 直接开流 而玉簪 也是假人这事无意间捡到的 听到这一番详情 宋慈立马逮捕了夫人 但跪在大堂的夫人 一直坚称 自己没有谋杀亲夫 当晚她被父亲留在了娘家 一夜未处 等到第二天才发现 发簪丢失 丈夫身亡 而面对假人的指证 倩娘更是交代 不久前 假人还拿着这玉簪 前来要挟她 抑郁行奸 结果则是被拉下去 重打二十大板 而宋慈则推断 夫人谋杀亲夫的动机 是因为李唐十分宠溺小妾 再加上 她常年没有子嗣 小妻柳氏一旦产子 她只会越来越没有地位 可就在这时 小妻柳氏进前来 替夫人喊冤 原来倩娘得知柳氏 有了身孕后 便早已贴心地 为她未出生的孩子 准备了衣物 从这点也足以证明 倩娘并没有心存妒忌 相反 她贤良淑德 有当家夫人的风范 梁姐妹也重归于好 可真凶又是谁呢 到了晚上 宋慈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决定 亲自去假计杂货铺 按照假人的描述 一比一还原 当时简狱占的全过程 假人说 事先听到脚步声 而后 再看到夫人的身影 从门前闪过 可当还原场景 夫人从门前走过时 在屋内的假人 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脚步声 对啊 于是宋慈又拍普头 掩饰了一番 脚步声再次出现 仔细推销 各个画面过后 宋慈恍然大悟 谜底就在这男女 有别的一双脚上 这说明那天 走过假人门前的 并不是妾娘本人 假扮妾娘的 还应该是双大脚 男的 此时身在牢狱的妾娘 也道出了当天晚上 在父亲家中发生了琐事 那天 她不放心丈夫 拿着钱财走夜路 本想跟她一起回去 但却被父亲强留 导致辗转反侧 一夜不能寐 父亲来陪妾娘聊的悔天 可就在此时 听到门外有女人喊她 在这儿呢 父亲只是淡淡地解释道 是个新雇佣的厨娘 我想让她给我熬点莲子汤 大概饶好了 说吧 便转身离开 过了一会儿 果真给她送了一碗莲子羹 喝完后 妾娘将玉簪摘下 放在窗台上 便一觉睡到了天亮 紧接着 玉簪丢失 丈夫身亡 宋慈二话没说 直接前去园外府 寻找真相 此时园外侧面透露出 女儿和女婿感情不合 可当看到 倩娘贵方放手时的窗台时 宋慈明白了一切 她直接找到老厨娘 摆在这里 不仅看到了凶刀的刀架 还发现老厨娘 长得一双大脚 可当得知 她当晚并没有给老爷 做过莲子羹时 老厨娘很快便洗清了嫌疑 但她却说 她曾在府上 还见过另一个大脚女人 原来那天圆外作寿 请来了一个戏班子 那个戏班中的男幽 正是戏班中的明觉 大宋提醒官宋慈刚找到男幽 却发现 他早已上吊身亡 但仔细观察后 只见宋慈拿了凳子 放在尸体脚下 一眼看去 便明白 这根本不是自杀 而宋慈慈用了麻绳处 更是注意到 上面有血痕 但男幽脖颈处 却没有外伤 一番勘察后 真是不可思议 大人你说什么 脖颈所痕 交以警后 男幽的意外身亡 更是佐证了宋慈的推断 原来假人看到的倩娘 就是这个男幽假扮的 掉落的玉簪 则是男幽故意丢下 用来陷害倩娘的 但真凶并非男幽 因为他不可能 为了区区三百两银子 先是嫁祸倩娘 再去杀人劫财 而他被人谋杀的事实 更加确证了这一点 此时园外求见 声称 既然凶手男幽 已经自尽身亡 女婿大仇得报 那自己的女儿 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可就在磨眼泪时 手上的心伤 引起了宋慈的注意 走进房中后 宋慈便开始质问园外 案发当日 你跟你的女婿李棠 好像签过一纸 合约 有这么回事吗 原来合约上写着 岳父资助了三百两白银 是助他开办酒馆的 但如果在半年之内 李棠开不起这个酒馆 他就得把整个理事庄园 赔给园外 园外听到后 只是微微一笑 解释道 那是为了断气后路 比他上进了下下策 只是写写而已 从未当真 但此刻宋慈于了然于心 他怀疑起 和园外初次见面时的场景 当时的园外 对已经缉拿归案的小谢 柳氏毫不关心 只是有意无意地 提到他女儿当晚的异常行为 及丢失了玉簪 还有之后 向宋慈透露 倩娘和女婿感情不合 这么说 难道小女她 虽然他没有把话说完 但总是在向宋慈暗示 自己的女儿就是凶手 可天下 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父亲 会陷害自己的女儿 杀害自己的女婿 因为在之后宋慈的调查下 加上神奇的古代版DNA鉴定 确认原外 根本不是倩娘的父亲 而背后的真相 更是令人愤恨 原来倩娘的母亲 也是此一身亡 至于原因 只有厨娘知道 而当在千娘生母的分头 找到厨娘时 宋慈只拿出了一纸诉状 厨娘便一眼认了出来 大人 虽然老身不识字 但我还认识 这是我家夫人二十多年前 到衙门上告的诉状啊 那你现在还想为你的主人申冤吗 老身就盼着这一天了 大人 冤枉啊 开堂实案 立马传唤了千娘父亲何奎 何远外 区区三百两银子 你就得到了整个一座庄园的契约 即使何奎极力辩解 契约只是写写而已 但假如李唐夫妇真的都死了 那合约便会兑现 而那往门口叫他的厨娘 正式准备假扮倩娘的男优 何奎送来的莲子汤 也是被下了蒙汗药 随后便轻而易举偷走了簪子 让假倩娘故意在杂货铺出现 并扔下簪子 假货真倩娘 紧接着 何奎便在厨房挑了把顺手的剃骨刀 冲到李府杀掉李唐 再放下匕首 嫁祸女儿 谁曾想 剃骨刀会在咋跑路时 意外掉进池塘 而那把匕首 他并不知道那晚之前 已经让倩娘送给了柳氏 所以当柳氏被抓后 何奎急忙引导宋子 怀疑倩娘 而之所以对倩娘痛下杀手 是因为 他根本不是倩娘的亲生父亲 崇娘交代 当年何奎和倩娘的生父 是结义兄弟 生父意外坠亡后 倩娘的母亲 便在身怀六甲的情况下 嫁给了何奎 并继承了家产 但他们无意中得知 倩娘的生父并非意外身亡 而是被何奎故意推下悬崖的 所以当生母得知真相后 便一指诉状 将何奎告上了衙门 但因证据不足 最终不了了之 最终生母在极度抑郁的情况下 悬梁自尽 而那张诉状 也是宋慈在无意中翻查 旧案时发现的 为了证明厨娘所言非虚 宋慈命厨娘 找来的倩娘生父的尸骨 决定用低谷变亲法 来一侧真假 在你的手指上取几滴鲜血 滴在此骨上 如果是亲生 便能沁入骨内 否则便不能 而当鲜血滴入后 一番作用下 血液真的和骨头合而为一 真相大白 随后小气也顺利诞下男婴 一切再次恢复平静 此时的宋慈 也决心将自己的所见所得 记录成策 而这便是流传之境的 中国古代法医巨著 喜冤极路的雏形 一个女人竟然嫁给三个老公 没想到这样奇葩的怪事 竟被宋慈碰到了 遇见这种事 本官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有所偏颇 甚至于说是乱点鸳鸯谱 这都是说不准的事 此时老丈率先说起 当年自己曾与结拜兄弟 指父为婚 如今女儿已经成年 可话还没说完 夫人便开始抢答 说她那结拜兄弟 死了十多年了 两家也多年没有来往 此时结拜兄弟的儿子说道 大人 家父虽然过世 可是小侄从未忘记过 家父的临终一言 是要娶小姐为妻 否则笑发为僧 听到这 夫人的侄子也开始政变 说她和表妹从小亲媒竹马 两小无猜 表亲联姻更是亲上加亲 是啊 正是 你爹在世的时候 是我亲口答应了这门亲事啊 可这样一来 老丈便成了背心弃义的小人 老夫妻也争吵起来 互不相让 乱了 一个闺女 俩姑爷 你这个 还有我 原来说话这男子 正是女孩的恋爱对象 只见男子拿出一件信物 原来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石头 她是绣姑 经过千磨万令 磨出来的心血 绣姑将这石头 当作定情信物送给了她 她也发誓 此生非秀姑不娶 听到这的秀姑也甚为感动 但这话让两个准姑也听到 肯定是不服气 开始言语挑衅这穷小子 两父母也没闲着 直接用死来威胁女儿 可就一个女儿 总不能共识三夫吧 秀姑也情绪激动 准备求死 看在眼里的宋子也十分生气 立马让英姑取了一碗酒 并拿出了一粒剧毒药丸 真想死的话 喝下去 三步击倒 期间还不断训斥 秀姑不忠不孝 深受刺激的秀姑 也毫不犹豫 直接喝下要玩 不一回功夫 便昏倒在地 而当秀姑死在他们面前时 之前还气涉汹汹的父母 如今后悔不已 但案子还没结 可此时的二人 突然有了书生之理 开始互相谦让 说完便投也不回 直接开流 如今老两口这才看到人心 但为时已晚 好在还有穷小子不离不弃 他们两个 根本不配和我争婚 并在此刻 请求老两口 准许他带秀姑 回家举办婚礼 老两口也没再拒绝 目送二人离去 可走着走着 秀姑突然有了知觉 不一会有死而复生 原来这一切 都是宋司的功劳 药丸并非有毒 略是小技 便让人心外露 但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出 古代女子对感情的忠贞 与当时不公平的婚姻制度 男子在酒馆吹牛 说自己身上的银两 是在城南枯井杀人越货所得 可没想到第二天 不过真的在枯井处找到了尸体 这有尸体 这有个死人躺在下面 案情之大 直接惊动了大宋提心官宋慈 本来以为失去最化 没想到确有其事 在查看周边环境时 宋慈先是发现了奇特的车轮印 随后将尸体打捞上来后 刚看到尸体的真容 便吓得报案人直接开溜 宋慈开始验尸 此时发现男子的衣物下方有破洞 上宽下窄 应该是鹦鹉勾刮所致 在扒开衣物后 从湿身的肤色和男人的手指得知 大人 看来这人的死因 不像报案人说的那么简单 再看看这边 跑回家的报案人双目无神 原来就在昨日 同飞在酒馆喝酒时 炫耀自己做生意挣了一笔块钱 饮得一众酒客大为佩服 这话恰恰被死对头洋溢听到 心中满事不服 开始嘲讽同飞尽说罪话 就知道吹牛 二十两银子也值得往牛嘴上挂 杨某抬手之间就得白两 也没见这么张扬 听到这 同飞笑得合不拢嘴 开始反讽杨逸 更是吹牛不打草稿 除非杀人越货 要不然 怎么可能一下赚白两银子 此话一出 杨逸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直接腹气离开 当再次返回酒馆时 只见他将一大袋银子扔在桌上 开始侧面辱骂同飞华 众取宠 吹牛上天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栽在面子 这是什么 看看 看到银两后 众人鸭雀无声 杨逸直接声称 他是一百两白银 是靠杀人越货抢来的 尸体也被他推进了城南枯井 谁敢让我们杨家不安你啊 我杨逸 可是什么事都敢干 这就是立正 被当众羞辱的同飞夜不能寐 于是便在第二天一大早 前来者送死报案 没想到 真在枯井找到了尸体 此时的杨逸昏昏沉沉 还没酒醒 便被捕快押回衙门 临走前 杨逸要求先回家给姐姐报平安 可回家后并不见姐姐的身影 四处寻找中 竟还发现自家后门大开 可前脚杨逸刚走 姐姐杨逸便从门内走出 而当告示一贴 就在众人议论时 杨逸意识到 自己的丈夫一夜未归 遇害的男人会不会就是他 可来到案发现场 当杨逸还距离尸体有数米远时 便直接喊出了丈夫的名字 更重要的是 此时男人的面容还被白布盖着 你连看都没有看 怎么知道死者就是你的丈夫呢 杨逸犹豫一回后辩解到 是邻里同飞一早告诉他的 而当揭开白布 死者果然是杨逸的丈夫 崔城 杨逸还说道 丈夫做生意回来是带了一百两银子 画面一转 宋子开始坐堂审案 杨逸也开始交代身世 自幼父母双亡 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 如今家中只有姐姐和姐夫 自己跟着姐夫做点小生意 关系还不错 而且在气头上 你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杨逸也交代 昨日姐姐和姐夫吵架后便不知所踪 夫妻间偶有口角 确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如果口角完后被谋杀 那就不由人不大惊小怪了 杨逸听到这后大为震惊 你说什么 而当看到姐夫的尸体时 杨逸痛不欲生 此时宋子也开始推理 那日杨逸喝完酒回家后 正遇上崔城和姐姐吵架 崔城夫妻出走 杨逸也看到了刚被家暴完的姐姐 此时崔城又折返回来 取走了银两便走出门外 杨逸气不过 紧随其后 一路跟到了城南门外 开始争吵不休 眼间四周无人 此时杨逸便痛下杀手 将崔城推下枯井 并拿走银染 但听到这的杨逸极为否定 声称当日她在酒馆 只是在最后胡言乱语 那一百两白银 也只是自己从家里拖来装拨的 当晚她直接气冲冲地回到家中 得知姐夫白日夫妻出走后再没回来 此刻趁着姐姐也离开屋子 杨逸直接翻开衣柜 拿了东西后便返回酒馆 至于那罪话 她根本不知道城南真的有一个枯井 也不清楚 枯井中真有一句尸体 还是自己的姐夫 宋次再次发问 要想证明你不是凶手 需回答本官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什么 你姐夫为什么独打你姐姐 听到这 杨逸脸色一变 只是摇头声称自己不知道 眼见查无实证 宋次又找来举报人统飞 捕头怀疑 当金商正能白两白银的崔城 被统飞看到后 崔城也毫不遮掩 直接炫耀 两家本就不合 如今洪飞更是眼红 十分不服 回家后 洪飞越想越气 便萌生歹念 直接尾随城南 将崔城推到枯井 下脚之后 在酒馆听到杨逸吹嘘 便借此陷害于他 可这结论 很快就被洪飞推翻 但经过宋次指点的阴姑 还是从中找出了破绽 为何当日酒馆众人 都听到了杨逸的酒话 偏偏就只有你来举报 而且尸体 还真让我们找到了 洪飞神色慌张 因为这事 只有两个原因 要么就是洪飞亲眼目睹 他人作案权过程 要么就是他亲自作案 从而嫁祸杨逸 第二个破绽便是 除了洪飞 还有谁能和杨家结怨 洪飞听到后 更是白口莫辩 好在这只是推断 不过在之后的审问中 洪飞直接说道 自己并没有告诉杨逸 她丈夫的死亡消息 听到这的宋司 直接想到了 之前杨逸前去认识的场景 看来该让杨家看看 女人还在房中难受哭泣 并有男人直接溜进宅院 刚死了丈夫 就有人想趁虚而落了 进去的不是别人 正是邹记酒馆的老板 邹人 巧的是 当因故去各家药铺 前去查询买药记录时 竟发现案发那几日 只有邹人买过皮霜 原来宋司早在 第一次审问杨逸时 我说过这一百两银子 本来就是我姐夫的 不信 不信你可以传我姐夫当庭对证 此话一出 宋司当时便感觉 他并非真凶 而在第一次探访杨家时 不头忽然想起 当日杨逸对家中的后门 有反常之态 如今宋司上前一拉 那门已被封死 宋司心中起疑 当杨逸回来后 更是神色慌张 如今将杨逸囚进大牢 也只是为了引蛇出洞 期间宋司开始询问 家中是否有皮霜 杨逸回忆道 确实有皮霜 那是姐姐 在六月初九她生日那天 外出购物是带回来的 生生买皮霜 是为了出属灭虫 但她不知道 这皮霜是揍人给姐姐的 此时宋司又提起家中小门 杨逸拒绝回答 因为杨逸知道 这是他们杨家的奇耻大辱 当日她和姐夫经商归来 却听到屋内的异常 而看到家中小门大开时 杨逸也明白了一切 听到叫声回到屋内 发现姐夫正在教训姐姐时 杨逸也却能什么都不知道 隐忍离开 回到府内的宋司 先是释放了童妃 命她在杨府门口 根据图纸上的车轮印 找相同的马车 而在邹介酒馆门口 找到同款马车后 经过宋司辨认 也确认无误 谜底彻底揭开 可谜底的背后 还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阴谋 此时他们来酒馆探案 先是在角落 发现了一双满是泥巴的布鞋 再来到了酒馆的后花园 虽然在这 没看到邹人的身影 却看到了那熟悉的小门 而此时的邹人 果然在杨家与杨月私会 傻傻的杨月此时还不知道 邹人恶毒的计划 马上就要成功了 可在邹人还在忽悠杨月 如何救出弟弟时 敲门声响起 邹人本想从小门逃走 为了小门被从后面锁住 还刚整理完衣桌的杨月 在开门后看到宋司 差点吓晕过去 随估宋司在杨家仔细搜寻一番后 终于在门槛处 发现了异常 肩负淫妇被带上公堂 邹人直接坦言 与杨月有私情 但声称 与谋杀崔成案毫无关联 因为案发当日 他正在酒馆答谢酒客 可宋司依据事实证据 直接反驳道 原来案发当晚 邹人将披霜灌入酒中 毒死了崔成 而后故意在酒客面前招摇 造成了案发时 不在现场的假象 下桥此时 杨毅用白两白银当众吹牛 还听到杨毅侧面警告自己的话 谁敢让我们杨家不安宁 我杨毅 可什么事都敢干 这 就是立正 此时下桥九父前的宋九 邹人被将棄救济 下令决心 一事难成 栽赃杨毅 随后便将宋九的车夫 骗进酒馆 用酒灌醉 穿着他的衣服用驢车 一事城南枯井 抑郁出了崔成 又栽赃洋溢 而这 都是为了完成 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甚至在案发后 还在装老好人 哄骗吃清了杨毅 自己对另地的事 根本不知情 并指示杨毅前去认识 为证实推理 宋司一一举出多项证据 先是九夫车轮上的泥土 还有酒馆的那双泥鞋 和城南枯井出的 来扩充他的酒馆 这一句 正是当日宋司去拜访酒馆 在看到酒馆生意红火时 无意中 从店小爷的口中得知 照我看 你们这个酒店 再扩大个三倍五倍的 也不缺客人 为什么不筹划筹划呢 其实家主也早有此意 想扩建酒楼 只是左右乡家 扩建不开 所以一直未能如愿 多出破绽和杨毅的招供 使得骤人心服口服 也让杨毅心灰意冷 你真是个一棍即兽 真相大白 一切都水落石出 可能大家此刻还在怪 是杨毅自己一手造成的 但其实 杨毅也是受害者 因为他们的第一次 便是揍人强行撬开了小门 欺负了杨毅 比他慢慢走上了一条扑归路 从那以后 杨毅便被揍人百般侮辱 更是被丈夫撞见 随后揍人又利用这件事 来威胁杨毅 迫使他做下谋杀亲夫的恶事 案件了结 座人被斩首示众 杨毅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无连苟活于世 壮碑身亡 事后杨毅对宋慈 更是万分感谢 因为宋慈不仅帮自己 洗清了冤屈 还让姐姐免去临时之苦 留了个全尸 但从三个孤叶强女人 在到大堂之上 座人为了保全自己 道出奸行 往往受害者 都是可怜的女人 真印了那句老话 女人如衣服 穿时格外珍惜 气时毫不犹豫 男子吃刀杀人 但得知真相的全村民众 竟全体下跪替他求情 甚至还有八十多的 瞎老太替他背锅 而大宋提行官宋慈 也因为这件事 在百年前率先开创刑狱先河 为如今神爱遇到的特殊情况 在判决室起到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故事回到最开始 毛竹屋外 村民意外发现一具死尸 消息一经传出 村民纷纷前来凑热闹 但唯独铁江坡的 师徒俩稳如泰山 此时徒弟心仰 想过去瞧瞧 却遭到了师父女儿的呵斥 此时细心的女儿发现 自己刚打的灭刀 被人拿了一把 还没付钱 徒弟也是一问三不知 画面一转 经村民辨认 死者为外乡人士 小伙儿疑惑道 这外乡人 怎么会死在咱们村的地界 该不会是咱们村谁干的吧 听到这 村里长老直接反驳 放屁 我们毛出雾的人啊 连小偷小木的事都不干 怎么可能杀人呢 此时宋斯等人 来到现场勘察 只见死者处 又必有一块火烙伤痕外 胸前还有多处 形状奇特的刀伤 但奇怪的是 周围病人有打斗痕迹 极大可能是别处杀人 遗失之子 此时捕头也在附近 找到了一把灭刀 仔细一看 这刀正式出自牛技铁匠铺 等捕快再次回到铁匠铺 师徒两宇消失的无影无踪 捕头认为 这牛外刚刚还在 一回功夫就不见了 这摆明就是未对前逃嘛 但宋斯很快便否定了这个推特 因为这炉火还热着 如果真要逃跑 今早怎么还有闲功夫 在这打铁 还有这把凶器 他们村都是自选 自买自负账 有没有可能 是作案人从那偷了一把刀 扔在了案发现场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则是 被杀者身材魁梧 那作案人肯定也是一个强壮的人 但在验尸时 从死者左高右低的斜线伤口处说明 这说明持刀行凶的人 比被杀人足足矮了一大截 而宋斯也确认 现场发现了那把刀 肯定不是作案的凶器 因为它太新了 从伤口可以断定 凶器肯定是那种用旧了 有几份磨突的刀 但如今最令人棘手的便是 这村子上百户人家 人人都有灭刀 这样找下去 无疑是大海捞针 花音刚落 两师徒也打水归来 似整清白 而镜头这边的鹰姑也没闲着 开始主人询问死者信息 可当来到何二家中时 鹰姑刚想询问 只见何老二头也不回 直接跑进屋内紧锁房门 但就在几分钟前 何老二还在和夏老太诉苦 原来这两天何老二极为异常 晚上睡觉前 还总是会看到幻景 一会看到房梁扭曲 一会看到梁上挂着白鳞 老二 老二啊 你究竟有什么事 瞒着我这瞎老婆子啊 老二刚想道出事情 鹰姑的突然造访 便打断了这一真相 而当告示张贴后 女人只是走近看了一眼 便瞬间失魂落魄 来到廷师公认识时 女人并没有掀开 百步观察面容 只是将胳膊挽起 看了一眼伤疤 身情变得慌张 变得欣慰起来 随后便从后门溜走 等回到府内后 女人现实掩面哭泣 既然由悲转喜 收拾完行李后 给了附近的乡亲们 这操作着实让邻居 摸不着头脑 这可是你的家呀 家 不 这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毛竹屋 再看看毛竹屋的长老 根本就不相信 是本村人作案 宋慈也直言不讳 办案讲究的是铁证 他绝不会冤枉无辜村民 草草结案 村民听到之后大喜 随后纷纷离开 但如今没有一点线索 也是让宋慈十分头大 可就在这时 在路过河老二家时 门口聚集的大群苍蝇 引起了宋慈的注意 向夏老太打听后 得知了和老爱的人品 他可是这天底下 心地最善良的人了 村里的童嫂妇孺 你尽可去问 如果有人说他半个步子 我老婆子就一头撞死 画面一转 回家的女人 瞎巧碰见了 去张帖告示的不快 不快虽然感觉有点眼熟 但着急赶路 也没当回事 回到府衙后 开始和英姑分析案情 英姑猜想 当日在停尸方逃跑的女人 肯定是死者的亲属 不快听到这大喊荒谬 因为如果女人真是死者的亲属 认出会有偷偷溜走 这不符合人之常情 而且说不定是她认错人了 又怕染上晦气 便直接跑路 但英姑不认 因为当日女人去认诗时 如果是正常人 肯定会揭开白布查看面容 但女人却只看了死者的右胳膊 便匆匆离去 这说明 认诗者事先已经知道 死者的右臂上 是有一块伤疤的 换言之 对于认诗者来说 死者右臂的伤疤 要比她的脸面更为重要 夜幕降临 女人也回到家中 并告知母亲 拿恶人已死 听到这一消息 母女两洗礼纵横 随后女人前去隔壁敲门 但身在屋内的何老二 却死活都不肯开门 通过热心居民举报 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正是前些天 在临线作案抢劫后的 再逃盗贼王鹏 宋司推断 他应该是在跑路的过程中 在经过毛主屋 遇害身亡 此时捕头也突然想起了 在路上打个照面的女子 那女子正是青龙帮 匪首王鹏的老婆 原来当年 他奉命既拿匪徒 是遇到了女人 不料恶首王鹏 最终还是成了 他手上的漏网之鱼 如今竟横施毛主屋 但杀害王鹏的凶手是谁 仍是难解之谜 而毛主屋分明为了自证清白 更是集体上架了自家的灭刀 何老二没办法 也照家不误 此时宋司也从一堆灭刀中 一眼便发现了凶器 英国也立马明白了其中玄机 说说看 明天大人要当众验刀 我就不要刀破天机了 眼间真相马上水落石出 羞愧难当的何老二 也趁着夜色 将自己的所有积蓄和衣物 统统分发给了村民 随后回到家中 刚将脖子套进绳索 便被及时赶到了宋司和捕头 从吊锁上救了下来 杀人凶手浮出水面 次日宋司在村中开堂审案 可长老还是坚持声称 如果说有人说 攻击下蛋了 那都可能有人相信 但是 要是有人说何老二杀人 谋财 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防止冤枉好人 只见宋司将百把灭刀摊放在地 煤火一会儿便有苍蝇取来 但却只盯其中一把 116把刀 为什么苍蝇只盯这一把呢 因为苍蝇嗜血 有星便盯 而盯的那把刀 正是何老二的 看到此处 村民们震惊不已 还是不相信是他 但震惊之余 只见村民全体下跪求情 何老二为心所感 也痛哭承认 确实是他杀了外乡人 可此时夏老太实在不忍 便主动担起了罪责 声称 是他拿何老二的刀杀的人 随后只剩何老二帮忙遗尸罢了 而杀人的理由 更是让人不敢相信 老师杀的 是自己的女婿 女儿多年所失的委屈 也在此刻宣泄开来 原来女人自小于邻居何老二 并轻微竹马 两小无猜 但十年前 两人外出卖货时 女人冲中了美色 被抢到王鹏垂前 竟无视官府 当街想抢民女 事后更是扬言 女人若胆敢偷回毛竹屋 她一定会杀了他们母女 所以干脆 她先下属为强 到处事情的夏老太 此时也一心求死 只希望何老二以后 能好好对他女儿 可即便夏老太的一番 叙述感人至深 但还是破绽百出 此时村民再次下跪求情 但宋司无奈 只能先将何老二的 作案权过程 推说出来 案发当晚 跑路的王鹏逃出零线 在经过毛竹屋时 饥饿难耐的王鹏 先是偷了牛级铁铺的灭刀 准备倒响一波 再继续跑路 此时偷偷潜入何老二家 可正在偷吃时 不小心踩裂竹子 发出了声响 惊醒了睡梦中的何老二 此时王鹏一不做二不休 准备除掉何老二 不料一刀砍到了床边 何老二未求自保 情急之下 只能踢刀胡乱砍之 王鹏一晚身亡 胆小的何老二未防惹祸上身 只能将王鹏和他偷来的刀 扔在了竹林 随后便被村民发现 本关断案多年 从来没像这回这么痛快过 宋慈还说 像何老二这种情况 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 因为如果不是床檐挡住了刀刃 那最后死的 就是善人何老二了 依据大宋律法中 惩恶扬善的原则 宋慈当众宣判 何老二不但杀人无罪 而且杀贼有功 听到这一判决后 村民全体欢腾 回家的男人 无意中发现了一把陌生的折扇 刚想冲进去教训妻子 却发现妻子 早已被人在床上先杀后奸 而看过现场的白之线 也只留下了四个字 但如果没有大宋提醒官 送辞了及时赶到 那这白之线的下场 肯定会和他父亲一样 因为笔吃的白之线 从案发现场捡到的扇子 断定奸杉案的凶手 正是城中首富吕文周 吕文周自然不承认 但这扇子上明明写着 即使吕文周 极力辩解 自己并不认识正欲 但臭名昭著的吕文周 仗着自己组上传下来的百万家产 在城里横行霸道 时常侮辱良家女子 前不久更是被人发现 她还调戏过死者和事 而除了吕文周现场遗留的 污政扇子 还有城中上千位百姓 联名提供了证词 即便吕文周识口辅任 但饥饿如车的白之线 一身未明除害 判案无数 49年来没有判错一桩案子 对于这种禽兽行为 更是不能容忍 未凭民愤 吕文周最终还是被驱打成招 并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宣告了案件经过 因起伏常年在外经商 一人俱家的和事 便习惯在床下藏有戾气 等吕文周半夜闯入后 和事本想自保 但在这过程中 吕文周夺过匕首 开始非礼和事 担心和事的呼喊声惊动邻居 便直接先下手为强 最后色心未知 对尸体进行侮辱 叙述完成了作案过程 吕文周被判处以急刑 听到这的吕文周 百口莫辩 但围观的百姓 却连连叫好 现如今 文书只需要通过 大宋提行官的审批 便可以结案 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差点毁了百志县 而也因为这把折扇 最终竟害死了四条人命 身在牢狱的吕文周 如今毁不当初 但为时已晚 现如今 就是敲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只求族裕大哥 能帮他买包披霜 与其受千刀万剐之苦 还不如来个痛快 可听到这的族裕大哥 真正看出谁是真心对他 人知将死 其言也善 吕文周对平时沾花惹草 不善待妻子申表悔恨 三娘庭侯泪如泉涌 并决心散尽家财 以盼老天开眼 为父平渊 而当宋司来到青阳县时 发现全城百姓 都往一个地方去 询问老乡后才得知 你可曾听说过本城的 大富豪 吕文周相公吗 可是那个 奸杀人命的吕文周吗 哪是奸杀人命啊 男子蒙受不白之冤 没想到信者的全城乞丐 都在为他诵经祈福 煞世间万人空相 此时大宋提醒官送辞 还一脸不解 原来男人妻子三娘 真的迈进家产 只为在府门外举办佛事 行善赎罪 谁在他家门口念佛千绳 赠一库一套 念佛万绳赠白银三两 这回遇上的 恐怕又是一桩疑难其案 但此时一阵奇异的酒香 把宋司引进了一家 生巷中的小酒寺 店主王二热情待客 可等走上二楼 墙上的题字 也引了宋司十分感兴趣 店家只是顺嘴说了一句 提到这是前段时间 几个文人默喝前的喝酒 是留下的 但此时的宋司还不知道 这墙上的题字 会在日后 成为他侦破此案的关键 白之先对宋司的到来 想了有些惊慌 因为白日里 当他看到旅府门前的善举时 也怀疑自己真的断出了命案 冤枉无辜 于是当晚便不耻瞎问 问案中有何不妥 宋司说 虽有一善为证 但却少了郑善人郑玉的旁证 这就是本案中 最重要的一个疑点 这个吕文周 最终连杀人罪他都认了 为什么就死活不肯承认 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是不是他有可能 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郑玉的 白之先听到之后也十分认可 深夜下狱 再问郑玉其人 吕文周还是简称 并无此有 这善子更是无稽之谈 回到房中的白之先辗转反侧 并也不能寐 等到即将天亮时 断案兴棄了他 又与宋司相遇房中 宋司竟然又指出 案发的四月初三 当时季节细雨绵绵 天气寒冷 凶手为何会携膳作案 而且最重要的是 欲谋杀人的人 罪计现场留下物证 他怎么会带有一把 留有自己姓名的扇子 这岂不是有备常理吗 白之先听此一说 也觉得案情确有疏禄 愧恨之下 竟昏倒下去 看着除水在床的白老之线 让宋司不禁想起了 曾经承受不起过错 依此谢罪的父亲 而潸然落泪 因为那件事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悲痛 更是宋司父亲 用生命给他打的印记 随后宋司看着扇面提字 突然去了诗文眼熟 等再来的王二九四 果然发现墙上的提诗 与扇面上的是同一首诗 而当问起老板王二时 王二只记得 当日几个年轻出生前来喝酒 为首的文人叫李诗 但学怎么也记不起 提示的李诗是何方人士 此时王二老婆朱爱端菜上楼 王二略显慌张 随后朱爱有意无意地推开窗子 想透透风 但也就是这个举动 让宋司无意间从酒楼窗户 看到了对面何师丈夫 正在给王七做着祭事 而且朱爱更是话里有话 这张酒桌的来客 将来都是由我嗜好的 可此时的宋司反感姚子出生的 朱爱那一身魅气 根本没细听她说什么 很快便离开了九四 可等宋司离开后 你要是再平嘴多舌 我把你的舌头揪下来 滚 宋司来到牢房 又询问吕元周 是否认识一个叫李诗的朋友 但吕元周也答不认识 回到府中和宋司推断 李诗就是本案的凶手 因为去年盛夏时分 李诗等人就在王二酒馆喝过酒 而王二酒馆对面就是何师家 期间李诗肯定无意间 被对面何师的美貌所吸引 随后作案后 嫁获给吕元周 并将赠善提示人改成了正狱 而在牢中的吕元周 经历了一番人行冷晚后 也深深体会到了人生在世的根本意义 后悔的画面 不由让狱卒也感到十分惋惜 画面一转 宋司和白志仙再次来到何师家中 而在这 也让案件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当宋司通过死者何师家的窗口 向外望去时 忽然看见王二老婆朱矮 正在对面楼上向这里偷看 看到此行此景 也让宋司想起了昨日朱矮的言行举止 似乎悬外有因 从我去年春天来到这儿 上楼喝酒的客人 不都是我嗜好的 哎呦 这天气这么闷热 怎么不开窗啊 我把窗子给你们打开透透风 想到这的宋司恍然大悟 二话没说 便急急赶往王二九四 此时朱矮也细说开来 那日几个读书人在此喝酒时 为首的李氏英俊潇洒 慷慨见谈 一旁的好友柳言子 更是写了一首好字 被人称的书法胜手 期间在夸赞美酒时 柳言子更是透露 我柳言子就住在黄岗山上 怎么从来就没发现 这儿还有如此的佳酿啊 但就是路途遥远 不能天天来这喝酒 此时宋酒上楼的王二听到这 为了扩展业务 便主动提出可以送货上门 既然为了感谢王二 李氏直接在墙上提诗 可正说着王二突然上楼 说他终于想起来 李氏家就住在临县凤阳 但王二席底沾的黄泥 更是引起了宋司的注意 随后宋司找到李氏 拿出扇子 李氏也大方承认 是他做的 可扇面上的字 却像是出自他好友柳言子的手笔 可当宋司赶到黄泥港柳言子家中时 却见柳言子早已中毒身亡 但现场依律的一股浓郁酒香 还是让宋司猜到了真凶 赵头 在 还用我多说 快去 此时王二也知道事情败露 急忙带着银两边仓皇跑路 跟面对官差的追捕 王二只能躲进和氏家中 不小心撞进了和氏丈夫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危急时刻 幸好捕头及时赶到 法堂之上 宋司也开始还原真相 因为王二长期在楼上窗口 偷窥对面和氏美貌 美食兴起 便拿猪爱发泄 但这一天实在没忍住 于是便趁其丈夫外出轻伤 深夜潜入和甲 抑郁行间 此乃和氏拼死不从 王二只能先杀后奸 适合又丢下扇子 嫁过柳言洲 而那扇面提尸 正是王二在去给柳言子送酒时求来的 当时解释 是他朋友郑玉送人 柳言子也没当回事 便提上了郑玉的名字 但其实 根本就没有郑玉这个人 眼前案情暴露 王二只能借着宋酒之计 将为他善面提尸的柳言子灭口 而他那搅上了黄泥 下桥也能证明 他这两天上过黄岗山 宋慈将案情推得如履其境 王二却说 没有时政 而不能定期死罪 宋慈只能开关验尸 观察后发现 死者刀伤右前左身 右窄而左宽 断定正是王二这个左撇子所为 铁针面前 王二伏法 柳言洲得以重见天日 而诸儿之所以要举报王二 则是记恨王二嫌弃他之前的身份 一直没拿他当人看 但这段剧情中 白志献妻子的一番话 更是侧面反映了 当时大宋晚期的黑暗 这官场上 贪赃王法的人 太多了 那些贪官无力啊 越王法 他越升官 可你呢 当了49年的七品县官了 就是没有升迁的份 记得朝廷 给你发了一块 百官楷模的匾额吧 当时我就想啊 我这老头子 这回得了个百官楷模 怎么也得生个四品五品的吧 没成想啊 跟你学楷模的人 是步步青云之上 你这个百官楷模呢 就像那屁股下 生了根似的 那几十年你都没动个地儿 可白痴县却说到 人生在世 最重要的 就是明节儿子 而他也因这次错判命案 深感悔恨 知道自己老糊涂了 于是便悄悄挂关 归隐山林 每次在看大宋提刑官时 我都会在想 如果把这件案子 让自己来断 我会不会和宋慈一样 也能查出真相 让坏人伏法 还好人清白 废话不多说 继续奉上第七单元 后花园杀人案 17岁附加千金 暗生倾诉 与后院交出先生相恋 可在私奔后的第二天 两人变在后花园的枯井中 被家丁发现 楼府千金生死 只有穷秀在梁宇生 活了下来 案发当晚 楼府正在给千金办喜事 不料第二天天还没亮 楼园外面得知恶耗 气得直接昏倒过去 人命案子惊动了支县 大唐至上 原告率先开口 声称他的女儿 被梁宇生诱惑 随后推下枯井死了 此时被杀得满身伤痕的梁宇生 也如实交代 因他和楼家小姐情投意合 于是便于昨晚相约后花园 准备连夜私奔出逃 可夜色暗黑 没能看清雾 两人便失踪掉入井中 但支县生了这大怒 那好 既然 你对楼家小姐情投意合 相约私奔 为何楼小姐身邪包裹 内装换洗衣物和金银手持 而你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身边却不带任何东西 你做何解释啊 直线推断 梁宇生是为了钱财谋人性命 因为尸体倾压五岁厌尸得知 楼前进出了身上 与跌落枯井时的多处擦伤 其死因另有隐情 是被人活活掐死后 再扔进枯井的 事到如今 人争物争俱全 但如果自己一死 家中老夫肯定无人照料 事先也被梁宇生的孝心感动 承诺愿意分出自己的凤银来供养其父 眼见心结已了 梁宇生便认罪化压 可当案子送了提琴丝时 宋慈却从卷宗中 读出了许多漏洞 再敢杀人越货的勾党 可本案这个凶犯却会笨到 将千金约了他自家后花园直接动手 还将自己和尸体一同栽在了枯井中 等到第二天被人发现后 还直接认罪伏法 这不是不合情理吗这个 二话没说 便直接赶往当地 此时楼府真的给女儿大办丧事 宋慈也趁机偷偷溜进了楼府一探究竟 不仅在案发现场 捡到了一小儿佩戴的长命锁 还遇到了园外的小儿子 这是我家的后花园 你来干什么 可就在聊天中 小儿子胸前 也带着一个样式相近的长命锁 刚想询问 不料儿子的母亲神色慌张的匆匆赶来 打断了这一切 是后宋慈和刘芝献来的狱中 只见如今的梁宇生风风颠颠 对千金的离世深感悔意 此时宋慈也没有率先询问案发经过 而是对梁宇生 与千金的相知相爱过程 十分感兴趣 因为身在高宅大院的楼府 她是怎么翻过后院 躲过众人暗幕 和前院的千金谈心说爱的 梁宇生也交代 这应该对你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 郑重你的下怀 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小姐带到井边 将其掐死还要推入井下呢 梁宇生只是淡淡说道 她那天喝多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 惊到这宋慈十分无奈 但她还是没放弃 继续追问 她与小姐书信往来数月 那些信件还能找到吗 梁宇生答道 都在自己的书房 此时宋慈拿出了长命锁 梁宇生也称 没见过 不认识 真是这样吗 十七岁少女出病当天 竟遭到宋慈强行开关验尸 不验不知道 一眼吓一跳 当掀开摆布后 宋慈只是用手 在少女腹部轻暗了一下 便发现了异常 而宋慈之所以强行掩饰 是因为她在刚进楼府时 便察觉出事情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当她来到梁宇生房中时 明明知情的书信都在这里 但如今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小姐的贵方更是可疑 也被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 此时无意间看到了一封寂情诗词 知线认为 这应该是出自小姐的手笔 但宋慈很快便从落款和提字 发现这诗词乃是男人所做 临走前 因故又无意间发现了 桌底暗藏的火盆 还有未烧完了书信 宋慈看到后也直言不讳 我说小姐如此有诗情的一个人 这闺房之中 怎么连她一件墨宝都没有 原来都化作灰烬 此时到了出病时间 但本案疑点实在太多 宋慈决定开关艳师 尽管老头极力拒绝 可无奈观比明大 也只能哀声叹气 哎呀 我的可怜的女儿啊 还听到艳师结果的夫妻俩 面目表情 也是让当场众人琢磨不透 宋慈立马返回牢房 先是假装和书生吟诗副词 随意便念出了在小姐房中书信的内容 梁玉生听到后大惊 因为这情诗 正是她为小姐所做 为了验证自己所缘非诛 梁玉生还将这首诗写了出来 果然 确实和小姐规方中的诗词内容一模一样 但唯独笔记不同 而当宋慈拿出被烧掉的残余书信时 之前更是一脸不解 哎这就怪了 第一首词 三个人三种笔记 这就对 因为宋慈认为 也许凭借这三种笔记 便能揭开这谜底 随后又问起梁玉生与小姐的相识过程 在戒备森严的楼府大院 一个前院 一个后院 你是如何掩人耳目 偷偷去到小姐闺房 与她干那些苟且偷欢之事 听到这梁玉生大怒 因为身为读书人的她 把明杰看得比天还高 她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丑事 此时之前还不忘补刀 陆时梁玉生假正经 而当得知小姐怀孕 被知现冤枉 她在新婚之夜苟急跳墙 杀人灭口 以绝后患时 大人 梁玉生冤枉啊 梁玉生开始大喊冤枉 因为她仅仅借给 楼府小儿子教书时 和小姐有过几面之缘 数月以来 根本就没有独处过 更比说致人怀孕了 原来因为有前后院之分 她只能让学生宝儿 从后院代为传信 交给前院小姐的丫鬟秋月 最后再传到小姐手上 而之前之所以在供堂上认罪扶法 是因为她觉得 她确实和小姐的死脱不了关系 满怀悔意着她 狗活在事已毫无意义 便一心求死 但如今给自己强加态度 无争生有的罪名 气不过的梁玉生 这才开口喊冤 经过梁玉生的随口一说 宋司恍然大悟 真相也即将解开 此时阴姑和捕快也没有闲着 两人站在街上商铺 调查偿命所的买家信息 不料遇上了宝儿和她母亲 矮脖子上的事物也让阴姑发现 两个对比后基本一样 宝儿聪明伶俐 能言善辩 而在之后和捕头的聊天中 宝儿更是道出 此时神色慌张的夫人 也立马带走了宝儿 两人也没当回事 继续追查线索 得知买这偿命锁的是一位公子哥 老板说着买家看起来十分阔绰 但形势却非常下足 除了买的这个场面所外 还偷走了一个 而当这边的宋司再次突袭楼府时 命案也再次发生 是不是丫鬟秋月死了 对 就是秋月啊 哎 宋大人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丫鬟被发现在房中自杀 宋司仅看了一眼尸体肤色 便断定 死了有三四个时辰了 怎么说是半夜死的 可当询问昨晚师傅听到声响时 两夫妻都声声没有 而且门是盗查的 这不是自杀是什么 但女人不知道 此刻她面对的 是鼎鼎大命的断案验尸高手 宋司先是从盗口处拔出了凶器 在仔细观察了受伤位置 可当拿起手时 指甲凤中的衣物告诉宋司 刘大人 他杀无意 我想应该是这个小丫鬟 在此案当中涉足太深了 知道的也太多了 有人想让他永远把嘴闭上 似乎才合乎起来 首先盗口长约两寸 身五寸直至心脏 所以宋司断定 杀害小丫鬟的凶器 并不是这把剪刀 而是一把忠常利器 从刀口的方向也能判定 如果真是秋月手握剪刀自杀 那刀口应该是由鞋上直至心脏 而如今的刀口 是由上而下斜入心脏 那凶手一定是一位身材高大之人 再从秋月死前的微表情可以断定 凶手和他很是熟悉 而最重要的 则是秋月只在凤里的人体组织 说明秋月临死之前 抓了凶手一把 而说到这 之前竟无意间 看到楼府老爷的脸上有的抓痕 夫人解释 是他做梦是抓破的 此时宋司还在窗外 发现了凶手的脚印 必是一个身高七尺有余 腰圆体胖之人 而和秋月时分相熟的楼园外 便顺理成章 变成了第一嫌疑人 支线推测 楼园外在女儿订婚之日 得知他怀有身孕的消息 没想到秦郎 还是自家的娇叔先生 但当日人多嘴杂 只能强忍愤怒 等酒宴散后 发现两人还准备连夜私奔 为方家仇外扬 败坏门风 等两人相遇后花园后 楼园外只能大意灭亲 却没想到最后梁宇生没死 也幸好梁宇生当时 正成醉酒状态 第二天到了庭神大堂 既不得室游前后 便洗礼糊涂担下了罪责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但偏偏丫鬟秋月 看到了事发经过 眼见贪婪的秋月一味勒索 恰巧送提醒前来查案 未决后患 只能斩草出根 事后伪造自杀现场 但回去后 却发现脸被抓伤 只能趁着妻子熟睡 故意制造睡梦挖痕 但听到这一切的楼园外 坚称自己冤枉 而宋慈也在此时指出 如果真是楼园外干的 他绝不会蠢到 将人杀害在自家后花园 宋慈推断杀害秋月的人 除了身材高大 而且脸上肯定有伤 随即全程捕坏 便开始搜查脸上有抓痕的男性 而此时因故也在街上 再次发现了宝儿的表旧 瘦高个 发现在脸上还有抓痕 机缘巧合下 更是得知瘦高个欠酒钱未还 看到店家提供了次据后 因故想都没想 便买下前条 并一路跟踪瘦高个 来到了他的住所 更巧的是 捕徒在街上 再次碰到了夫人和宝儿 两人一路跟踪他们来到了私塾 发现夫人在从宝儿读书后 便趁机溜走 悄悄走进了瘦高个服院 聊天中夫人也确认 表哥确实在之前买偿命锁时 还偷了一个 为酒自保 夫人趁表哥出门 悄悄在酒里投毒 本以为万事大吉 高枕无忧 可没想到一转身 宋词众人已在门口恭候多时 而此时的表哥 也已经中毒身亡 真相大白 随后通过三人的自己 宋词也断定 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 礼带桃江之际 原来数月前 梁宇生与小姐隔墙 遥望而生情 虽将琴师交学生宝儿送给小姐 宝儿给了丫鬟 但丫鬟却直接将琴师 给了能轻易进出前院 看望表妹的宋高个 宋高个此时又另抄一份 趁机送给了小姐 涉事未深的小姐 怎么能顽过在情场浪荡多年 风流潇洒的老油条 一番花言小语后 便以身相许 从那以后 前院后院之间的互通情信 也成就了一段奇葩的艰苦家园 之后宋高个 更是把偷来的长命锁 当作礼物送给了未出生的孩子 轻而易举 被骗得小姐 与她的定情之月相约私奔 而且楼园外也证明 那天夜里 女儿确实说她头疼 便早早回屋睡觉了 但实际上 小姐是准备和寿高个私奔 可等到了后花园 寿高个凶向必入 此时经过夫人的灌酒 再加上那张伪造的小纸条 梁宇生便毫不犹豫 奔至后花园 但她不知道 此时已经落入一个 别人早就设好的陷阱 随后便被人推至枯井之下 而事后 为确保阴谋天意无缝 夫人还提前整理了梁宇生 和小姐的房屋 不料小姐手刷的情势碎片 还是被眼见的因姑发现 随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 只能让表哥杀掉秋月 在假计废梦之余 抓上楼园外的脸 将凶手架过给楼园外 听到真相的楼园外气急败坏 破口大骂 此时夫人也不再掩饰 原来夫人只是楼园外花500两银子 买来的卖校女子 只为传宗接代 再加上园外女儿就在捋出鳄语 夫人担心将来 他们母子没有好结果 故而趁早除去 让宝儿能独得家产 案件水落时出 但一想到自己年约的儿子 夫人痛哭起来 但如今为时已晚 他求宋慈 能让他与儿子再见一面 当看到宝儿 夫人将自己的一缕青丝交给儿子后 便用表哥作案时的凶器 自刺胸口 而后又拔出刀子 交给了宋慈 自此喜愿极路上 又多了一桩血的教训 而令宋慈怎么也不会想到 接下来他遇到的 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 雕光斗 太爷 大鱼上钩了 上钩了太爷 此时他正闭眼垂钓 而接下来的一番高谈阔论 更是向一旁的小丽 道出了人生玄机 你以为只有长在脑袋上的眼睛 才能看清楚东西呀 长在脑袋上的眼睛 只能看见水面上的浮标 只有长在心里边的眼睛 才能看见水底下 那到底是大鱼还是小鱼呀 宋慈怎么也不会想到 之前被他检举后 本应人头落地的雕光斗 如今竟活得好好的 只是从原先的四品 减为现在的七品罢了 此时鱼儿上钩 宋慈假秀才也随即赶到 最近 他又接了一桩杀人案 身为原告李丁的代理律师 这次要撞告的 正是李丁的姐夫杜松 原来 李丁姐姐数月喂回娘家 当弟弟前来接他时 却在城中百姓口中得知 姐姐早已被姐夫杀害 从百姓都不愿意买他豆腐 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的行为 也不难看出 虽然查无实证 但应该八九不离十 听到秀才叙述完案件 雕光斗也只是提点了一句 众人立马帮忙复杆 但此时鱼干的夭折 李与识者 这大鱼并不好钓 雕光斗怕案开审 被船上谈了杜松 得知是被七弟所告示 连忙说自己冤枉 还说妻子走到三个月前 便回了娘家 在那之前 他曾抓见妻子对老母不孝 便向妻子教训了一顿 这才逼得他离家出走 而临走前 因为带走了他娘家祖传的手镯 所以便认为他回了娘家 滚 滚吧 死了才好 听到杜松喊怨的雕光斗也声称 放心 办案罪讲究证据 但凭着一张诉状 我是不会治你罪的 傻傻的杜松 还以为他遇上了青天大宝爷 但没撑下面前这位 是吃人不土孤土的贪官污吏 说着说着 并让杜松交出证据 杜松一脸懵 什么证据啊 哦 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本县的话 好 我再说一遍 本县礼案 向来重证据实 单凭原告的一纸诉状 本县是绝不会判你有罪的 听懂了吗 这要是个明白人 肯定就听懂了 但无奈杜松只是个卖豆腐的 再加上也没什么钱 直接出了焦光豆的逆临 于是便百般刁难开始推测 那晚杜松遵循母命 追上了出头的李氏 但追上后 李氏又对杜松百般侮辱 这才逼着杜松杀害了妻子 但这都只是推测 杜松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只有交出李氏 腾罗不能 就只能将杜松收奸 李氏何时出现 不按何时拒结 而这一关便是半年之久 此时假秀才前来催案 刁光豆也仅凭三言两语 便再赚百两银票 判人死罪 总不能像是 翻翻嘴皮子那么轻松吗 你能拿得出 杜松杀害李于儿的证据吗 没有证据 我凭什么判人偿命 你这不是拿着王法当儿戏 拿着我刁某的乌纱 拿着我刁某的人头下重吗 这话要是从宋死嘴里说出来 确实称得上是国之栋梁 公正联名的好官 但刁光豆这么一说 却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因为他调查后发现 被告人李丁之前并不认识假秀才 是他自己主动帮忙的 这事肯定另有隐情 于是便一拖再拖 等到今日 狮子大张口 而一旁的假秀才 也很快反应过来 刚从秀中掏出巨纹银票后 注意看 刁光豆只是一个眼神 一旁的随从便收下了银票 其实你贾某在本案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与我刁某何干 我只是觉得上回那个鱼竿折得太可惜了 那可是一根上好的鱼竿啊 这鱼竿断了 可以再买 你我的交情要是绝了 那就 最后刁光豆也交代了几句 贾柱才便满意离开 随后令随从拿着银票 前去钱庄换成了银子 但这一切 都被对面的棺材店老板看在了眼里 又要有人去冤枉棺子了 没过多久 有人报案挖出了一具尸骨 当被只认为消失的李氏后 历经百般折磨大喊冤枉的杜松 还是被判故意谋杀罪结案 此时李丁搭着姐姐李氏的尸骨前往娘甲 下角遇到了赶路的宋词 一番交谈后 这才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李丁之所以认定挖出了一堆白骨 就是他姐姐 权品组上传下的银子镯子 走进城中后 宋词更在茶馆歇脚时听到 李氏的尸骨 是报案人在桃花度挖地时挖倒的 棺材部老板更是直言 那是一个乱石摊哪 谁吃饱了撑的 跑到那儿跑什么地啊 哎 巧了 一跑的就跑出冤尸来 要我说啊 这杜松杀契的真凶是谁 还不好说哎 听到后 宋词当机就去桃花度做实地考察 到了目的地一看 果然可疑 尸体埋得这么深 挖地怎么可能挖出来 此时宋词也心中疑惑万千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把埋了半年之久的秘密重新揭开呢 而且这根本就不是消失的李氏 就是那对手镯 破绽最大 渡船回岸时 宋词和船夫闲聊中 又意外得知找到李氏尸骨的报案人 正是眼前的这位船夫 可就在宋词前脚刚离开 此时假秀才后脚赶到 再次乘船去往桃花度 当宋词拿起头骨验尸时 也意味着被雕光斗搓碗的杜松 马上就要沉渊得血了 而接下来这操作 更是古代验尸记录中最高级的方法之一 只见宋词先将白骨依次摆放 等人体成型后 在地面挖坑烧火 浇上脚促个体声 利用散发的热量将尸骨蒸烤 两个时辰过后 掀开草席 取来头骨 涂上黑末 等末干后再用清水冲洗 如有伤算之处 必有黑末进入 而当一番实验过后 头骨出果真有顿气伤痕 而且尸骨根本就不是女尸 而是一具男尸 而宋词之所以要强行开关厌骨 是因为他一天前 在杜松老母口中 听到了家中的一些丑事 原来儿媳离家出走之前 老母便透过门缝 看到儿媳在房中与男人私会 而那个男人 正是现成有名的宋诗假秀才 之后就连他也亲口指认 挖出尸骨上佩戴的手镯 正是他儿媳的 而他也十分后悔 就是因为他的指证 害得儿子蒙受不白之冤 此时宋词再次来到李丁家中 他也是根据卓子 确认了尸骨的身份 可就当所有人 都认为尸骨是消失的李氏时 宋词却从卓子上发现了端倪 这才决定开关厌骨 深夜 房中观察物证的英姑 也从中发现了破绽 大人 这个卓子就是本案最大的破绽 说说干英姑 英姑也开口推测 如果借卓子来引出 那具假尸体的人是真凶的话 那杜松和传夫 就可以率先摆脱嫌疑 先说杜松 一个案发后 就被关在牢中半年的人 绝不可能有机会出去作案 再说是报案的船夫 他虽然现在有个谋杀 无名男子的重大嫌疑 但他并非是杀害李氏的凶手 因为如果真是他杀害的李氏 他完全没有理由 拿着假尸体来报案 显而易见 在他的身后 一定有一个主谋 而这个人 一定是本案的真凶 此时英姑怀疑假秀才才是凶手 但宋词却不这么认为 他先是命捕快 前去武力威胁船夫 逼他老实交代了假尸体的由来 得知了事情真相 便令捕头开始行动 而宋词也没有急于去找雕光斗 而是和棺材铺老板 聊天到了深夜 随后在第二天 便拿到了真凭实据 这才开始了与雕光斗的正面硬杠 但此时的雕光斗也并没有闲着 先是收到了京城的来信 又听出假秀才失踪 传服上吊身亡 可收到来信的雕光斗 如今已胸有成竹 但无论如何 竟马屁股擦干净了再说 而之后剧情结尾处 宋词与雕光斗的对话 更是成为了一代剧蜜的经典回忆 鸡骨生堂 只见宋词提起长袍 跪在大堂之上 这 这 这周府提刑 给我这七品下跪 这不是乱了刚朝礼法了吗 宋大人 快快请起 但此时宋词却晚年拒绝 声称自己 是受老母之托 替杜宋喊冤的 而得知帮他打官司了宋诗 是当代包卿天宋提刑时 杜宋也一改之前认罪了态度 宋大人 小蜜冤枉 你想翻供 既然有人喊冤 这官司就有得一打 此案必须重审 宋词开始口述案发经过 去年盛夏时分 男子杜宋被指控谋杀妻子李氏 但因迟迟找不到李氏尸骨 案子一直被拖到了半年后 传父报案找到了尸骨 并根据尸骨中的手镯 确诊了李氏的身份 本来案件毫无破绽 但就是这个手镯 让宋词发现了问题 因为如果说这对手镯 真是木屑中的出土之物 那他的细微凹凤茧 绝不可能还有新鲜血液 雕光斗看后 也无法争辩 最后通过验尸得知 事故根本不是李氏 而是一句无名难识 所以宋词断定 李氏事故找到一事 根本就是有人序幕已久的一个骗局 什么人设的这个骗局 骗局的目的又是什么 才是本案的关键 再说说那报案人传父 他们在第一次聊天时便 无意中得知 贾秀才曾赏过他几堂好久 此时失踪的贾秀才也被请了出来 宋词猜测 这场骗局的背后之人就是贾秀才 他一直督出现关极案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杜松弃他顶罪 但让宋词不解的是 李氏的家传手镯 他是从何得来 他为什么要杀掉李氏 最后传出了老母 老母作证 他曾亲眼看到秀才与儿媳妻偷情 所以宋词也将谋杀案 纠正为了一桩情杀案 但情杀案的背后 其实还隐藏着另一桩命案 那李氏现在又身在何方呢 真的死了吗 此时因果赶了回来 只见他双手核实 宋词也恍然大悟 原来李氏并没有死 而是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早已看淡红尘 出家为尼了 谜底也彻底揭开 当时李氏被杜松家报完后 前来投奔贾秀才 就这样李氏待在贾府 数月未出 但此时为了能长期和李氏在一起 贾秀才便提前在城中 散播杜松杀戚的谣言 随后借着李丁前来寻解 在极力怂恿下 利用一纸诉状 达到了一箭双雕 此时计划仍有一路 贾秀才便向李氏随要祖传手镯 李氏不给 贾秀才只能抢取 争想之下 镯子弄伤了李氏的手腕 而之所以拖了半年 才去催支线结案 是因为之前的那具男尸 经过数月时间 已经化作一堆白骨无法确认 刚好能顶替李氏 至于那无名男尸 则是在乘船时 被探测的船夫所杀 但这一切 正好被贾秀才撞见 于是他趁机勒索 两人分赃埋尸 所以事后当贾秀才 指使船夫将尸体挖出 和镯子放在一起 后去报案时 船夫也没再拒绝 但当船夫向宋司到处实行后 他也知道自己死到临头 便自尽身亡 案件水落是出 秀才也心服口服 所谓杜松杀妻案 都是贾秀才为夺人之爱 而设下的阴谋 等遣三众人后 宋司直言不讳 斥责身为父母官的雕光斗 明知此案有假 而将错就错 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换取钱财 拿出银票兑换记录后 本因为雕光斗会认罪认罚 不料却大笑起来 完全没有一丝慌张 而雕光斗之所以能笑得出来 都是因为他收到了那封京城来信 此时他也苦苦婆心地 对宋司说出了全去中 最经典的一段台词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世人哪有无犯错的 可凭什么就你摆出一副 比圣人还圣人的面孔 抓住别人一点小过小失 就把人往死里整 这可是活生生的人世间 这天底下官场上 哪有你这么死心眼 如果当官了都让你这么瞎整 那估计没几个人想当官了 说着说着 雕光斗还脱掉官服 称自己也是穷小子出身 这么多年贪仓王法 得来的银两不计其数 但自己却舍不得吃穿 雕猫正是用这不义之才 为了小卒子过河 造船大桥了 因为一旦他出了事 那京城里的一品二品大员 都得为他陪葬 此时雕光斗更是肯定 还没等你宋慈来治我的罪 你信不信 我新的调令马上就会来 看了宋慈还没反过神 雕光斗再次大笑 宋慈怒不可遏 但又无可奈何 只能呆呆地站在岸边 看着雕光斗乘船远去 这是宋晚期最大的 观音失气案之一 也是大宋提行官宋慈 遇到过最头疼的案子 加州银扣20万两白银 一夜之间离奇被盗 连夜出逃了库管贡孙健 更是被官兵抓获 严刑拷打过后 竟直接撞墙身亡 朝夜震动 皇帝大怒 眼下国库空虚 严惩官员是小 追回倒影是大 就当百官无策之时 身为立部尚书的薛月 举贤不必亲 直接推荐自己的女婿宋慈 前去调查此案 而当宋慈还没到加州地界时 衙门便派人 将其迎上了花船 还有谈其美女相伴 办案心切的宋慈 一目之下下船步行 等晚上到了州府衙门 又是一番好酒好菜 宋慈拒绝后 只服这才被人抬来 生自己年事已高 最近其病缠身 但跟随宋慈多年的捕快 一眼便瞧出了端倪馆 此时知府还讲道 知库馆公孙健 与江阳大道里应外合 盗取了二十万两白银 但如今公孙健自杀身亡 白银被盗案无从查起 现在只能靠你宋提醒了 知府退下后 知府万事让宋慈早点休息 二十还有美女在房中等候 但宋慈却直接来到牢房 调查一番后 毫无破绽 线索也无从查起 于是决定 从自杀的公孙健入手 这人已经死了呀 重大要犯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而当挖出尸体时 因为天热已经腐烂发臭 但宋慈坚持查看骨骼皮肤后 还是验出了问题 公孙健什么身份多大年纪 这个公孙健嘛 此人是一介书生 土头土脑的 大约有三十七八岁 或者四十猪头 那你给我这具尸体 古时开外是个务农的老翁 而且半个月之前 死于膨胀病 你是想看看我的眼力 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听到这的两人开始互相推诿 正巧碰到了在沿途关卡 搜查可疑人物的昔日同窗好友 加州通判袁杰 两人多年未见 交谈赤还 还被袁杰邀请到了他的府宅叙旧 但身为通判 还居住在如此简陋的茅舍 顿时让宋慈肃然起敬 可袁杰请客喝酒 竟让妻子买了一只猪耳朵 炒了一把黄豆 交谈中袁杰也吐露心声 知府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 独断专权 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报到了京城 上面竟然对国舅爷 没有半点斥责之意 反倒让他这个报信人背了过 而他本来能提前在关道上等到宋慈 不料却冒出个花船 趁这个时间段 公孙健的尸体也凭空消失 此时小丽突然赶到 打断了这一切 宋慈离开后在街上 看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年轻女人 而她身后正是案犯公孙健的府宅 问过路人后得知 这疯女人正是公孙健的妻子 正走进宅院后 只见屋内被搜得十分凌乱 但从破旧的家具 和满墙的正义之词 也能感觉出公孙健 绝不会坚守自盗 走到街上 又看到了疯女人 奇怪的是 只要宋慈出门 就能碰见知府的外甥 和公孙健的妻子疯女人 但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难道她有可能是 装疯 不是有可能 是太有可能 来到茶楼听取闲聊 一位谈琵琶的紫玉姑娘 给她留下了叫声印象 此时又听人一软加州两位官员 他们对贪财的范之府深恶痛绝 因为之前就是过寿 都过两次 这么做了目的 只为收财 可一提的青年守法的袁杰 众人都对她大家称赞 不过通判袁杰 虽然生活极为拮据 但却酷爱听紫玉姑娘谈取 而且从不欠仗挂名 深夜 通判袁杰率不得胜归来 趁以剿命那伙盗贼 纵此验尸时 也只是随意拿起一人的手掌 轻心抚摸 再看了几眼死者的脚掌 便走进府衙汇报情况 府内袁杰交代 白日立她命手下 将所有盗贼全部剿灭 唯独没有搅活盗淫 不过幸好在匪首身上 搜到了一张图纸 得知被盗之淫 并未运出城去 且还在府衙附近 因为上面画着一个戴官帽的长扑子老头 为其带头作用 袁杰提议 从官员自家搜起 范之府文言 神色慌张 表示反对 但袁杰坚持己见 此时一盘的颂词 则笑而不语 转身离开 就当老良苦束手无策之时 外甥出了个主意 虽然之父也觉得有点冒险 但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可选 而恢复的袁杰 也并没有立马休息 没想到悄悄出门的袁杰 竟然偷偷溜进了紫玉的宅院 而一边的英姑 在偷偷看随风女人后 也得知她并没有风 女人刚想道出实情 深夜巡查的官兵 打断了这一切 挨好戏也正式开始 这是宋慈燕过最惨的事件 除了胸壳有无数鞭伤 肋骨还被全部折断 一有臂也粉碎性骨折 怎么打得这么狠 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 但最惨的在后面 口内舌头齐根而断 听到这一结论的众人 纷纷大为震撼 但面对验尸结果 知府外省却没觉得什么意外 深夜 宋慈被袁姐请至城外河道边 听取赏月 等到半夜时分 只见河道中划来一艘小船 等官兵将关卡拦住后 竟发现船上 竟是范知府的妻子和外省 之后还从船中乡里 翻出了银两 城乡的白银被当场缴获 足足有二十多万两 等到范知府赶了后 生生银子是自己攒下的 你一个支州 一年的凤路是多少 你哪来这么多的云子 就算是你的鸡血 你干嘛半夜要装船 偷偷的云子呢 我真是倒霉头顶 有口难辨哪 如今案件水落石出 袁杰提议 将此案报至朝廷 事情败露后 外省刚想跑路 却不了被袁杰手下的官差拦住 直接送她回了老家 这边的紫玉姑娘更是有意思 只因晚上听到家中 后院有耗子 便叫来捕属人 前来安置陷阱 但她没成想 袁杰为她做的这幅宅院 表面上后院的破房 是用来堆积杂物的 使得杂物的背后 暗藏玄机 看到真相的紫玉 立马前去找袁杰问个明白 不料去见到了袁杰夫人 而夫人接下来的一番话 更是听了紫玉毛骨悚然 每次她从你那儿回来 她都要细细地跟我描述一遍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让她多么的快活 如癫如狂 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 她需要我在她身边服侍她 就像喜欢钻你的被窝一样 她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她从没失败过 可是这回事情闹大了 没关系 她会想办法解决你 官场上的事 用不着我们女人去操心 你我只要备好衣裳被褥 管好儿女 让她有吃有喝 让她在女人身边得到快活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做她身边女人的分内事 而至于那杂物间的箱子 夫人也是十分清楚 还称赞袁杰 是世上了不起的男人 绝顶聪明 听到这一切的紫玉直接跑路 因为单纯的她从没想到 自己深爱的连杰清官 竟是加州府最大的蛀虫 晚上紫玉看着房中城乡的白银 心中很是害怕 她只想一生活得坦坦荡荡 问心无愧 于事便决定和袁杰分道扬镳 但就在这时 最后趁着叶瑟 将紫玉扔进河中 次日案件水落石出 道迎施癌复得 朝廷派各部大员倾下加州 可就当钦差宣旨 可去范方官职 命元杰胜任知府后 宋慈却直接提出了质疑 首先从二十万两白银说起 被盗使竟没有官兵受伤 无人发现 而被指人盗戒了公孙剑 此前更是经历了非人的折磨 被割掉舌头 堵齐喉管 因窒息难受 只能撞墙自尽 随后偷埋尸体 幸好尸体被木瞳发现 这才让案件有了眉目 而公孙剑来冤情 该由他妻子证明 此时的女人 不再像之前那样疯癫痴傻 原来不久前 当一故一路跟那疯女人 来到他们家时 一番劝说后 女人这才恢复了正常 我丈夫死的冤枉 她是被冤枉的 并在家中挖出了 原杰的罪证 经女人诉说 她丈夫和原杰 本以兄弟相称 随后原杰利用 丈夫库管的身份 假借挪用库银 来实现她盗取的目的 事后公孙剑不愿加入 便被原杰设气陷害 一家三口 只有装锋卖傻的 她躲过一劫 为了证明女人所言非许 宋词便拿出了当日 因故在公孙剑中 挖出了真相 这正是一堆 还有原杰亲笔签名的 挪用字句 再说说内军 里因外合的劫匪 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经他厌尸得知 被杀的盗贼脚底板宽大 脚趾散开 且有厚厚的老茧 这说明是 常年战力的船班所致 而手上的老茧 是因为常年 收放渔网勒克而成 此时原杰还想做 最后挣扎 因为口说无凭 字句可以假冒 但他家徒私必 银子在哪呢 随后宋词便带着众人 来到了紫玉府宅后院 找到了真正被盗的白银 因为元杰根本想不到 宋词早就派手下 暗中跟踪元杰 不仅弄清楚了紫玉的住所 还目睹了元杰杀害紫玉的全过程 而元杰更是没想 当日被他抛入河中的紫玉 并没有死 如今人证物证俱载 元杰也甘心伏法 而元杰之所以会这么做 一是因为他对宋词说过 范之府过个寿 就能得二十万来败赢 自己辛辛苦苦一年 还挣不足十两 事情败露后 还想拉宋词入伙 但被他拒绝 宋词却一路轻云直上 自己轻轻恳恳 也就混个地方通判 实在是心有不甘 所以他想用这桩案子 给自己谋个好前程 在被押上求车前 心如死灰的他服毒自杀 宋词刚想抢救 却被岳父阻止 宋词十分不解 宋词想救他 是因为如今搜出的只有十万两 那剩下的十万两 还得找元杰问个明白 但岳父不让救 这又是为何呢 宋词啊宋词啊 查案事宜 你才华出众无人能比 但是 对围观之道 你怎么就不开窍 有的案子 要一查到底 可是有的案子 你就要适可而止 所以在官场的混 你要审时夺势 什么该一查到底 什么该适可而止 这比查案本身 更重要 你懂吗 大宋提行观中 基本上所有的剧情 都是宋词 向别人送进监狱 或者绳之与法 但这次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玩鹰呢会被鹰捉了 爱捉他的鹰 竟是他的老熟人 堂堂大宋提行官宋词 最后会栽在他的手上 当年错判太平县冤案 被贬庶民的吴苗水 如今已是皇城之府 不久前 堂二宝将兵部侍郎史文俊 告上衙门 说他滥杀人命 通敌叛国 而办理此案的正是吴苗水 原来自从宋词被调到京城后 便饱受非议 兵部侍郎史文俊 也曾当众讨讽过他 靠着全是岳父的背后运作 去参加岳父寿宴 史文俊更是目中无人 仗着网着的赫赫战功 在酒席上拔线 克制朝中重人 人狂必有灾祸 第二天 他便被官府压到了衙门 告他的人 正是他府中的歪嘴嘉丁 原告唐二宝声称 表妹小峰半年前被拐卖至石府 在此期间 多次遭史文俊强暴侮辱 因而他带表妹出逃 无奈却被罪酒的史文俊发现 一怒之下用剑将表妹刺死 史文俊听后大怒 你这无耻的小人 竟然如此胡说八道 他辩解道 昨日醉酒回家之时 恰巧遇到唐二宝 挟持自己的丫鬟出逃 史文俊见状 便立马拔剑救人 没成想在争抢的过程中 小峰受伤倒下 唐二宝趁机逃跑 史文俊也醉倒在地 可此时的丫鬟小峰被人发现时 已没了气息 小峰自小在石府长大 怎么可能会杀他 至于唐二宝 更是他之前在酒楼门口将他可怜 这才带回来收养的 没想到如今 卿上演了一场龙腹雨舌 但此时唐二宝又说出了 更严重的情节 小峰曾无意间 切得史文俊与北方敌国 撕通了证明 除了敌国腰牌 还有史文俊亲笔写的通敌文书 吴苗水看着被唐二宝 偷来的罪证时 起初还不相信 可当史文俊都承认 这就是他自己的自己时 吴苗水便二话没说 直接将史文俊打入死牢 史文俊大喊冤枉 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何时写过这些通敌叛国的书信 但更让他后悔的是 自己仗着军功 无视单位上司和同事 现如今身陷牢狱 落得个无人来救 也算是自食恶果了 此时来看望他的管家 给他出了一记 可以去找段案高手宋慈 前几天 他还当众嘲讽人家 是个只会和此人打交道的二傻子 现在又毫不顾及脸面 直接撕下一袍 写下血书求救 而当宋慈看到血书后 亦得知是吴苗水主审此案 没有丝毫犹豫 在未见圣旨的情况下 便偷偷从鹰沟溜进了师傅查他案情 今后鹰姑将此事告诉了夫人 通过夫人和公主同窗半度的关系 宋慈随即也被圣旨传入宫中 对于通敌叛国案 官员一边主杀 一边主流 此时宋慈主动请鹰 再审此案 岳父眼见拦不住女婿 便提议 逢玉使为主审 宋慈和吴苗水为父审协同查案 此时宋慈也开始查验小凤身体 见其衣衫被扯破 头发披乱 伤口并没有贯穿背部 而且刀口上宽下窄 判定杀人凶器 为单锋弃骨刀 爱妃原先认见了史文俊主传长剑 随后请来铲破经过检查 更是确认了丫鬟小凤 还是处女之身 史文俊谋杀丫鬟一罪 不攻自破 唐二宝眼间实行败露 一把推开宋慈 便慌忙跑路 而之后捕快们也在池塘中 真的捞到了那把凶器 再看这边的捕头 明明看见唐二宝躲进了这醉花楼 但无奈被酒楼伙计拦住了去路 你们经济提醒衙门管事的 也不过个四品官吧 到了我们这 连个进雅做的资格都没有 就在两方即将爆发冲突时 脸上带有胎鸡的酒楼老板走了出来 一番言语威胁 捕头只能作罢 而当宋慈想发案时 劳麦会用了逢玉石 还把吃力不讨好 并不想参与这事 吴苗水在坚持己见 不能犯案 原来混迹官场多年的吴苗水 早就看明白了这一切 对于鞠躬自傲 手握兵权的史文俊 本就是皇帝的一块心病 再加上最近敌军压境 史文俊又通敌叛国 正好出到了皇帝的底线 此时宋慈也并没有闲着 而是通过史夫人 了解到了小凤的身世 16年前 他去郊外拜佛 偶遇于年轻女人 女人将她的女儿交托寄养 之后便消失不见 除了留有一块印章 就剩下一片印有燕子图案的绸布 观察后发现 这印章上刻着 偶得家具共简窗几个字 莫非小凤的生父 也是个五文弄墨的文人 此时郊外有人被杀 当宋慈急忙赶去时 吴苗水同时抵达 一个女人认出是其丈夫黑三 在醉话楼做事 不得也想起 当时就是黑三拦住了她的巨乳 放走了唐二宝 随后宋慈便到狱中 询问史文俊唐二宝的来历 史文俊说道 前段时间在醉话楼 有下属送话给她 当时恰遇宋慈岳父 及店主胎记男 史夫人看出薛尚书喜欢那幅画 便差人将话送了过去 随后出门时 遇到了快饿死了唐二宝 再加上 一旁的胎记老板 此时也对她不断吹捧 她便大发善心 收留了唐二宝 而提起胎记男 宋慈想起家州元吉案中 尚有十万两白银不知去向 宋慈曾让因姑 向元七追问银子 送了京城的去向 元七指着金手认为酒楼店主 脸上有一块暗红的胎记 而醉花炉店主的脸上 恰巧就有这么一块暗红色的胎记 男人好心收留落难的兄弟 不料男人前脚刚走 兄弟唐二宝便色心大起 这屋可就剩了 咱们俩了 剩下咱俩怎么着啊 你还能吃我不成啊 我呀 还就是想吃你 女人还在假装矜持 说什么朋友气不可期 唐二宝可不管这些 她只知道自己兄弟 成天冷落小娘子 也就是我 给你找点快乐 说着说着 还许那事后当主人发钱了 给她买个金镯子 女人一听到这也见钱眼开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是她最后一次快活 因为她丈夫黑三死后 女人也在不久后被人发现 横死在屋内 元朗当黑三死后 宋慈便前去黑三家中 问过唐二宝的事 威逼利诱之下 女人这才交代 唐二宝确实被黑三收留 在这住了几天 案发前一天 黑三还带着唐二宝出门 称称要送她走 但眼见了她 看到丈夫背后戴着匕首 便嘴见地提醒了一下唐二宝 没想到第二天 便得知了丈夫生死的消息 唐二宝也不知所踪 但他们不知道 此时唐二宝 正悄悄走在门风外 听到了这一切 深夜 宋慈向冯玉士 报说此案的新线索 因为所有的疑点 都跟醉花楼老板有关 可一听到醉花楼 冯玉士便直接打断 那人是开酒楼做生意的 你本案有何相干呢 宋慈继续说道 就算她与本案没有关系 但绝对和家族库银丢失案有关 因为据袁杰夫人交代 丢失的十万两银子 都送到了京城高官的手上 而脸上带有胎记的酒楼老板 正是她在京城的联络人 只要袁杰出面指认 名字便可完毕归照 宋慈行 这 有这个必要吗 宋慈还想继续回报 冯玉士突然头疼不止 倒在椅子上 但此时的宋慈性无意间 在玉士房中看到了一幅字画 提款上的闲章 正是加德偶居共简创几个字 紧接着 吴苗水便请宋慈到了临安府 宫堂上摆了一句死尸 竟是黑三的妻子 宋慈验尸后 发现黑三的妻子身体冰凉 已经死了好些时辰了 可她明明在白志里还见过女人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 吴苗水直接指证 宋慈假接断案 灭掉所有知情人 都是为了帮史文俊脱罪 面对无端指控 宋慈自然不服 此时吴苗水又叫他两个丫鬟 丫鬟称宋慈是他们主人 随后又摆出物证 一万两银票 及一张卸由宋慈大名的房契 吴苗水说宋慈收出了史文俊的贿赂 这银票和房具 就是史文俊为了能让宋慈和英姑 有谈情说爱的空间 特意在后街买下的私宅 还送了他两个丫鬟 吴苗水 你真是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你这明明是在重演太平县的冤案 吴苗水丝毫不慌 坚持出宋慈未得圣意 私闯石府 随后又拿出了宋慈在牢狱中 给史文俊写了纸条 宋慈看到会大为吃惊 会像是宋某的笔迹呢 至此环环相扣 宋慈也无言可辩 随即便被关进弟子号大牢 而就在此刻 一个身披抖碰的黑衣人 走进狱中与宋慈会面 岳父大人 宋慈自认着提刑官以来 无论是就职经济 还是放任外地 都是为了除暴安良 勤贼捉奸 为了国家跟百姓设计的安全 此致从未有意 况且我入世为官 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指望着谁 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 打仗子能屈能伸 你和史文俊非心非苦 义无交情 此案又不是你 经济提点行育的分内事 此案疑难重重 查不下去 你何不知难而退 胜缺了很多麻烦 这个我宣某可以从中调解 史文俊可以逃过一死 你将无罪开示 我也可以官复原职 就此无事 这个嘛 金官恐怕是做不得了 不过我有办法 可以放你一个绍刑之府 或者是苏州之府 官居四品 这可是肥得流油的美差啊 这是宋慈最具争议的一段剧情 听完岳父苦苦婆心的一番劝说 宋慈非难不领情 还嘲讽岳父的中庸之道 简直胡扯 在他这里就人一条 审清案情 缉拿凶手 放能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难道你一定要为了一个 人人厌恶的满汉 闹翻京城 搅乱官场 得罪亲朋 伤害师长 弄得天下不得安宁吗 你这样做值得吗 有必要吗 耿直的宋慈只回了一句话 冤屈必须审张 傻人就得偿命 但他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这刚生不恶的态度 最终害死了眼前 这位苦苦破坚的岳父 因为激动至于的宋慈 直接揭开了岳父16年前的伤疤 当年 他曾在湖边目睹于女子落水 被人救起后 又当众自杀 而当时在场的人除了他 还有躲在暗处神色慌张的岳父 事后 岳父还偷偷为女子买了棺木和墓地 也正是这个原因 让当年满怀抱负的宋慈 直接远离京城 十多年来漂泊外地 而就在几天前 他还发现 女子目前摆放着祭品 其中还有一幅被烧毁的春艳图 也就是这幅画 让我想起那女子在落水之前 高喊的一声是 燕子 岳父听到这后大惊失色 直接转身离去 再看这边的殷姑和夫人玉珍 为了能见到宋慈 他们来找冯玉士帮忙 冯玉士自然拒绝 可当因故意提起元杰贿赂金冠一事 只要带着元妻 指人酒店老板 拿丢失的十万两白银 肯定能找回石 冯玉士神色慌张 而且这时 宋慈只告诉过你冯大人 不料昨日里 元妻欺儿便没莫名杀害 一听到要将此事汇报给皇上 吓得冯玉士直接安排他们进了地牢 见到宋慈的玉珍 表示要帮丈夫洗行冤娶 他们是谁 究竟是谁要陷害你 宋慈犹豫片刻后 拿出了小凤母亲留下的那枚印章 玉珍一眼 便认出这个印章是父亲的 此时宋慈还拿出了那片燕子仇布 询问十几年前 是否有羞花女进过府中 莫非父亲 玉珍 明白这一切的玉珍 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她不敢相信 宋慈也叫她回避 但她还是通过和公主的关系 面见到了皇上 为宋慈申辩 此时公主也在一旁提议 让宋慈带一料自查 喜情深深的冤情 宋慌允诺后 宋慈开始在狱中审案 并要求吴苗水 去拿所有的物贞暗宗 等支开吴苗水后 冯玉珍也开始 向宋慈坦言了 十万两白银的下落 声称如今已后悔不已 不过还是奉劝宋慈三思而行 你呀 查案的时候 点到为止 不要穷追猛打 史文俊一案 建设到朝廷大臣 还有你那位 史文俊一案 一查到底 听到这的冯玉史无可奈何 来到沐苗水送来所有证据时 宋慈看那些 有本人自己的性质 百思不解 郁珍来郁中给他洗脚 一句话也没说 洗完便走 可等郁珍走后 宋慈不小心在扔擦脚布时 将自己的罪症 弄进了水中 情急之下 只能用火烤干 但就在这时 纸张上的一样 让他解开了这谜底 画面一转 唐儿宝被捕头捉拿归案 但醉花炉店主 却意外从楼上跌落摔死 在查验现场时 宋慈发现楼上的符杆 是被人故意锯掉的 而好戏也正式开始 第二天公主请宋皇 薛尚书等人看傀儡戏 戏中演的是 一男一女有了私情 女人坏了身孕 被男人逼死 女儿长大后 今早父亲调戏 愤而自尽 母女俩一同向了 父亲男人报仇 看到这的薛尚书 使她的大叫起来 别演了 全是胡说八道 而如今的郁珍 通过这段剧情确认后 也心灰意冷 此时宋慈从幕后走出 也开始将自己所查之案 从头讲起 先从小凤被杀案开始说 这小凤的身世 就如同这傀儡戏中的 故事情节一样 美貌的小凤母亲 因为怀了高官的孩子 被高官狠心抛弃 随后女人生下孩子 在寺庙交托给了史夫人 让她寄养 事后小凤的母亲 则在西湖边 当着高官的面寒恨自尽 16年后 小凤长大成人 与高官在酒楼撞见 俊俏的容貌 让高官一眼便认出 这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于是便借着寿宴 高官先将史文俊 邀请过来 调虎离山 好指示酒楼老板 派手下唐二宝 能将小凤带走 可高官没料到 史文俊会大闹宴席 提前回府 此时碰巧撞见了 被挟持的小凤 史文俊前去救人 不料在争想过程中 小凤被高官手下杀害 而这高官正是自己的岳父 学长书自然要做辩解 宋慈又直接拿出了 经过多方指认 确认印章 是薛尚书四章无疑 再说说那通敌叛国案 是因为在酒楼手下 杀害小凤后 并没有将实行告诉高官 而这家伙凶手是史文俊 于是高官一怒之下 心仇就很一起报 借着为女报仇 涉及陷害了这一处通敌叛国案 恰巧案子交到了吴苗水身上 必定错判无疑 而至于史文俊那通敌叛国的文书 更适合吴苗水栽赃 他与史文俊那笔记的缘由 只如出一辙 只见宋慈命人打来了一盆清水 将通敌文书浸泡在水中后 刚才还完整的纸张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小碎片 所谓通敌勾结的那些文书 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剪出来或拼接成的 事情暴露后 大难临头的吴苗水也在此时交代 所有的一切都是受薛尚书指使 当年薛尚书把他调来当临安之府 为保知遇之恩 只能犯下这样的措施 听到这宋皇大怒 一气之下 将薛尚书打入天牢 念在百官求情 再加上薛尚书多年来为国为民 宋皇免其死罪 薛取官职 遣返缘吉 永不录用 郁真也独自送父亲回老家 可行至三里停时 在对郁真说出了一番悔恨致死后 趁其不备 服药自尽 等宋慈赶来送行时 只看到了远去的桑船 此时他内心百感焦急 但悔之玩意 千万不要在野外随便采蘑菇 城外惊心一副白骨 宋慈得知后前往查验 这生前是个年轻女子 而且不是农家妇人 必是身材修长 腰之纤细 骨之细嫩 容貌娇好啊 而且从完好的谷歌能看出 女子并非坠崖神王 此时突然在尸体旁 发现了一根银簪 直接排除了谋财害命 像是被人扒去衣物后致死 随后又在一层捡到了一只鞋子 但据妇人所说 这周围原住民很少 只有一旁的寺庙香火鼎盛 人来人往 于是宋慈便前去面进了寺庙主持 可主持听了此事后 也称不知道 白骨在两人下山回府时 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跟踪 此时路过一面墙时 听到墙内有四竹之声 热闹非凡 便和捕头兵分两路 决定去一探究竟 捕头刚走 宋慈便遭遇恶选袭击 幸好被飞来的匕首救下 但从下遭的力度和位置就能看出 救他的这个男人非比常人 没想到竟是自己的下属 行不路是竹如海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宋慈便和捕头一同来到了神秘宅院前 可问遍周围所有做生意的伙计 没有一个人敢开口 谈论这座如意院 有些事情看他不能说 听了更不敢讲 二位客官 不要见怪 于是两人决定亲自登门拜访 不料竟被门口保安拦住了去路 我们庄主啊 非三品官不见面 非一品官不同桌饮酒的 尽管捕头拿出提琴丝来压他们 保安依旧无所畏惧 此时大门敞开 只见锦衣般的小桃红从府内出来 可细子前脚刚走 竹如海边立马紧随其后 但深夜恢复了宋慈 看到半天鞋子和簪子 也消不出过所以然 而当身为女人的因故一看 便一语解开了出处 从簪子的粗细 能看出这非常人之物 再说鞋子的做工 虽然鞋子质地柔软 但根本穿不了几天 到了戏班 宋慈盯着细子脚上的鞋子若有所思 班主见状还以为他有特殊癖好 便特意拿了一只送给宋慈 没想到此时宋慈拿出了另一只 随后宋慈又拿出了银簪 班主看到这后立马开始交代 去年美貌女蛋绿妖突然不见踪影 没想到竟死了 而他之所以不报官的原因 是因为戏子经常喜欢换单位 或者跟着宝益大哥去住豪宅 所以失踪了也没当回事 宋慈盯着眼前的证悟 开始发问班主 如意院他可去过 如意院恐怕去过 可就在去往如意院的路上 竟然无欲同去那的驸马爷 因为驸马爷担任了 管理军马粮草的闲拆 所以平常时间特别多 今天就是去那买匹马 宋慈也凭借着 驸马爷这层关系 混进了如意院 在随意走动时 这才发现 里面的牌商果然不一般 吃喝嫖赌 无所不能 朝廷高官与京城内外的商骨 比比皆是 那好像是个利不适了 可是如骄似金 妙不可闻呢 宋慈提出 想去见见这位神秘的庄主 管事却说庄主有事出去了 还顺嘴提到 说庄主与宋慈曾是官场老熟人 背景复杂 回去途中 捕头又向宋慈汇报 又发现竹如海 在如意院门口偷看 宋慈直接言明 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画面一转 回家后了宋慈大为开心 因为他在上一秒 刚刚知道自己的妻子有喜了 可眼前拆开的礼盒 引起了他的注意 学问后得知 这是如意院派人送来的 得知家中老母身体不好 夫人又意外有喜 便送来路人和高丽参 他想不到 如意院竟如此神通广大 消息这么灵通 第二天一大早 如意院发生命案 可当宋慈赶到时 小小的案件不仅惊动了 情部尚书清零现场 还让他注意到了 新任的临案之府 宋大人 哎呦 这不是吴苗水吗 哎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这如意院的庄主 竟是曾经的欺品之限 雕光斗 宋提醒 别来无恙啊 如何能让大宋提醒官 断除命案 这次真是长见识了 宋慈作梦也没想到 往日的老熟人 将变成了当今皇城最大的娱乐城老板 此次前来如意院 只迎亲到这有人遇害 十瓦十壁 铁门紧闭的小屋前 躺着两个黑衣人 弃毒箭所伤 巧的是 死的这两人 正是前几日跟踪他的人 听管家说道 这房间是庄主的机密重地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这两人半夜欲入屋行窃 不料被毒箭射杀 婚姻查案需要 雕光斗无奈只能打开十屋 可等他们三人入内 室内除了有简单的家具之外 还放着八口大箱子 密不透风 雕光斗自称 这都是他写的书 此时曹上述也觉得屋内太闷 直接带几人走了出去 宋慈虽心存疑虑 但也就此作罢 可刚回复的宋慈海的 钻写喜缘其路 便得知城外 又有女人遇害 而死的 正是他之前见过了 戏子小桃红 验尸后认为 小桃红死于两天前 大唐起案 班主发现小桃红死后 一番 死了 他怎么死了 死在哪了 犹豫后班主直接抱出了凶手 警部那个竹如海 是他 是他杀死了小桃红 是他干的坏事 宋慈听到这也是一脸懵 后经班主叙说 原来竹如海一直在追求小桃红 他因职位太低 总是被人瞧不起 前几天 他又来找小桃红 尽管西班柳青说道 小桃红已经生命好几天了 在房中休息了 但竹如海还是想上去探望 最后被班主冲骂了一顿 便父亲离开 等柳青上堂后开始讲道 小桃红生病那天 他去顶班 上如意院唱戏 可回到宅院 走到小桃红房间时 屋内没有一丝人影 只在小桃红门口 看到了竹如海遗落的雨伞 也就是凭借这个 柳青断念竹如海来过 因为在第二天早上 竹如海又来敲门 他询问柳青 小桃红回来没 你还有脸问我 昨天 他是不是和你在一起 对 昨天一开始 我们是在一起 可是后来 后来出了点意外 他真的没有回来 回不回来 你不会自己看吗 昨天我等了他一晚上 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 你老实说 昨天你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可一听到这 竹如海直接跑路 等传来竹如海 看到已经身亡了小桃红时 吓得他直接跪倒在地 不敢相信 并承认是他害死了小桃红 据他交代 那天他去门口查棺等小桃红 可此时突然有人来报 小桃红被人囚禁在明泉寺 等他赶到明泉寺 在后殿听到 有女人在房中扑起 呼唤小桃红 房内果然隐声 但两人刚刚相会 便惊动了思念的和尚 情急之下 只能默黑带着小桃红往山下逃 无奈天黑路滑 走到还是小道 小桃红一声惨叫后 便滚下陡坡 从此不见尊业 但他不明白的是 他跌落那段斗坡并不是很高 他怎么会摔死呢 然而 金明泉寺住持出来作证 近日未曾出现过 有人惊扰寺院之事 前往寺内 更是十分安静 此时又有车夫张大力作证 竹如海曾顾他的车 透过一个裹着被子的中兵患者 可可听到这个竹如海 坚称自己不认识车夫 也从未坐过他的驢车 宋司自然不幸 直接调来驢车查看 果然 车上铁厅上的绸缎 和小桃红衣服的用药一模一样 还有那把雨伞 即使竹如海辩解 可能是当日他的茶馆是没拿 还说 他与小桃红情投一合 宋司自然不听竹如海辩解 直接做出推论 小桃红爱财如命 绝不会喜欢你这个穷贵 你竹如海肯定是暗念小桃红 那日终于寻得机会 闯入屋内 求欢而不得 一时挠起 恶景致死 不得以黑夜里 雇佣旅车遗失郊外 而小桃红搏紧出了伤痕 也能佐证这一点 还有那用来裹饰的棉被 也被捕头 在名犬寺外找到 如今人证物证俱载 竹如海也不再辩解 但还是坚称 他与小桃红相好事实 指示着其中另有隐情 随后还提到他与英姑是近亲 想让宋司给他 单独安排个房间 让他细细到来 可也就是最后这句话 直接触及宋司底线 当场判定竹如海 为杀人凶犯 将其关禁死牢 深夜 英姑赶来替竹如海喊冤 不仅夸他博决多才 还讲到他为了学习行御断案 专门抄写了喜缘记录钻研 最后担心宋司断错案子 请求查看卷宗 宋司本人也是非常自信 可就在这时 英姑在查看卷宗 验过尸体过后 指出了疑点 为什么死者的一山非常湿 但那床棉被却是干的 宋司则不屑地说道 一山是因为昨天下大雨被淋的 棉被是因为被竹如海 塞到了岩石缝 所以没淋到雨 此时又从尸体上 找到了一枚野草 闻了一下 还有一股淡淡的鱼腥味 山中野草怎么会有鱼腥味呢 宋司自然不幸 可当他凑进一闻后 神色大变 更关键的是 小偷空的身体上 也有这个味道 宋司察觉自己放下大错了 而就在这时 小丽来报 竹如海在狱中自杀 只留下一纸血书 看完血书后 宋司追悔莫及 来到山中观察其他树叶的水分后 也得知当日山中雨量并不大 白当来到明泉寺脚下泉池 看到和尚用冰凉的泉水 来保鲜豆腐时 大人 这水好凉啊 亲自用手感受后 这才明白了一切 随后又在泉水一侧 发现了品种一致的野草 再叫来四周店老板 从布料褪色程度来看 这衣服 已经在水里浸泡了四五天 想到尸体曾被浸于凉水中 宋司放置断错案了 此时雕光斗上场 直接打开天窗说亮话 指出柱石刚刚来报 尸体最初是被河上发现的泉水中 泡了四五天后 又害怕惹祸上身 便将尸体扔在后山 没想到 堂堂大宋提醒官也会错盘名案 害死了竹如海 就在宋司还沉浸在后悔中时 雕光斗又将宋司所撰写 但还未出版的喜愿记录背了出来 而其中曾指出 可以凭借尸体的温度 来判断死亡时间 宋司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 都是雕光斗设的一个陷阱 雕光斗又说 清正联名的竹如海 本想借小桃红进入医院之机 自谈内情 扳倒我这个皇城独留 这回正好借宋司之手 除掉竹如海 十分开心 但听到真相的宋司悔就不已 可无奈没有任何证据 口说无凭 无告有罪 那是要判刑的 此时雕光斗趁机拿这事要挟他 想拉他入伙 但宋司怎么会和他同流合污 我告诉你 永远都办不到 眼见敬酒不吃吃罚酒 雕光斗便开始以画鸡塔 你父亲审错案 以自杀谢罪 而你呢 宋提醒 你可是远远不如你父宋老提醒啊 你不如他有血性 你不如他敢作敢为 妖光斗 你敢如此侮辱我 死便怎样 你觉着我宋某是贪生怕死之徒吗 好好好 那你就学学你老父亲吧 情绪激动的宋慈 幻想一死了之 但经过因果和捕头的一番劝说 宋慈也决定 一定要查清此案 提冤死者申冤 宋慈向宋皇请罪 宋皇念他多年办案有功 设其无罪 助其排除阻力 查清此案 但他没想到 查到最后 大宋王朝几乎所有官员 都参与其中 直接揭开了宋晚期 最后的一面遮羞布 这是大宋提醒观中最后一个单元 也是全剧中最好看的一段剧情 最后的结局 不光在十多年前 就引得众人深思 就算现在二刷过后 仍是后劲十足 值得后人借鉴 妻子意外身亡 询问班主后得知 四天先榜一大哥 请小桃红去家中唱戏 可小桃红刚到府门 便来了几个自称公里人 抬了公轿 直接将他接走 而在之后 宋慈更是没想到 查到最后 一部公轿 竟然查到了天子头上 此时宋慈想再找柳欣 问清缘由 但他不知 柳欣早已逃之夭夭 另外民权寺住持 也云游四方不知去想 还有从不喝酒的脚夫张大力 竟然喝醉酒 淹死在了护城河 如今线索全无 就在查乌时认识 小丽姚千说 她有诸如海所藏植物 玉转交给宋慈 可当宋慈按约定时间 赶到住处时 姚千已被毒杀 玉交植物也不翼而飞 只是在尸体旁 捡到一块造型精美的玉石 随后经过公主辨认 这玉正是驸马的随身之物 但疑惑 为什么会在宋慈这里 宋慈敷衍几句后 又借走了玉佩 第二天 近乔庄脚夫来到了运粮码头 和官员闲聊时 发现此刻正有无数军粮 因对待国库没用 正运往北方国家 运来交换北方的兽马 而负责粮草马匹的 正是驸马爷 此时宋慈拿出玉佩 驸马爷看后一言为发 回到府中后 却他点到为止 但听到这后宋慈大怒 宋慈彻底明白了一切 所有的人命案 都与如医院有关 而如医院 又和众位高官牵扯不清 现在险上不得发 宋慈干脆和他们直接摊牌 当日小桃红被杀 经过多方指证 叛见竹鲁海为凶手 但事后经过调查走访 得知自己被人陷害 误判命案 而当时那些作为证的人证 如今死得死逃着逃 唯有柳欣还活着 话音刚落 柳欣便走进门内 原来当日 柳欣因收钱做了伪证 后跑路中被人灭口时 被捕头救下 这才性命于难 有人以把他大红大紫为诱饵 还给予风扩的报酬 让他假扮小桃红 在民权寺与竹鲁海相会 逃往后山时 又假装跌落陡坡 随后便造成了 竹鲁海杀人的一连环罪证 如今最关键的 则是当日小桃红 究竟被谁用公交接去了西街 呃 西街有驸马府啊 哦 邹大人 你说有驸马府 那可是跟驸马爷梅子林有关 官员一听到这 吓得直接解释自己是一时口误 随后担心惹祸上身 便纷纷借口跑路 此时冯玉士也劝他 驸马是宋皇的人 你这样做 不是不给宋皇面子吗 一旁的刑部尚书 也提议让宋慈 把这事往后拖一拖 时间一久 皇帝也就忘了 宋慈自然不肯 就在这时 公主带着驸马前的父亲请罪 驸马爷直接跪了下来 求情放他一马 听到这的宋慈也没有办法 但所有的一切 都跟如意院脱不了干系 于是便直接带人去找了雕光斗 刚见面 便开始推理案情 想必你雕光斗 肯定是想拉驸马爷 做北方律马换南方粮食的生意 先送好马幼稚 但胆小怕事的驸马爷 又将马匹退回 等再来如意院时 以便设下宴席 以穿药入酒 当驸马爷酒醉兴气之时 又将其安排到了 刚被多人监窝过的小桃红房间 在药酒的作用下 驸马爷受刑大发 但此时小桃红尖叫连连 驸马爷一时激动 便将小桃红掐死 自此以后 只能任由雕光斗摆布了 随后又派人将小桃红尸体 进入泉池之中 造成假案 借我宋慈之手 逼此驻入海 一箭三雕 可是这样 哎呀 宋听信果然厉害啊 如此推断 不仅说的十分精彩 而且与事实丝毫不差 但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雕光斗 能做成粮食换菌马的大生意 三十万条船 五十万斤粮食 现在估计已经运出京城之外了 此时宋慈还信誓旦旦 说他早已通知沿途 关卡各级官员 严禁粮船同行 但他根本不知道 雕光斗有多厉害 因为雕光斗已收到消息 那些运粮船队 此时已经顺利通过了 十几道关卡 歇息一夜 等次日便能到达北国境内 三十条大船的粮食 运往北方敌谱 这是卖国呀 朝廷重置 就没有人想到这有多可怕吗 弄点粮食上北方还不至于亡国吧 在审案断案上我是不如你 可是要说谁在京城说话最算术 我说一句狂妄的话吧 你十个宋慈 也抵不了我雕某的一根手指头 听到这后宋慈百思不得其解 百官为什么这么听雕光斗的话 雕光斗也说出了秘密 小屋里的八大箱子里 藏着都是众多官员丑事的证据 随便翻出一个 去年八月十八日晚 六合塔附近扶起一具男尸 死者正是临安之父府中跟班 吴苗水发现男子与小妾通奸 便将其弄死 桃氏僵肿女戏子绿妖 被几名男子调戏后致死 气势深谷 而这几名男子的领头人 正是刑部曹尚书之子 过这两件仇事 便让宋慈觉得细思极恐 更何况现如今 有整场八大箱的证据 宋大人 你信不信 我只要轻轻地咳嗽几声 他们立马就会跑进来 没想到曹尚书 真的会劈颠劈颠跑进来 看了雕光斗所言非许 这样一来 那这八口箱子 是非拿不可了 即使曹尚书 与上次身份命令宋慈 但当拿出宋皇手遇的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下完了 宋慈把大箱子抬进皇宫后 先是将雕光斗陷害驸马一案 向皇帝说明情况 宋慌听完后 便想立刻嘉奖宋慈 但他此时 却依次打开了八口大箱 开始向宋慌讲述 八大箱子所设计的案件 宋慈把八口箱子都打开了 多巧案件读下来 朝廷百官揭在其中 甚至一度牵扯到了大理寺 皇太后 可宋皇既一脸愁容 听着听着像是睡着了 让宋慈也先回去休息 可宋慈前脚刚出宫门 只见宫内燃起熊熊烟火 当众人还以为宋皇身陷其中时 若无其事的宋皇从房内走出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刚才一时失火 不小心将八大箱子烧毁了 烧了 那箱子都是一些陈年旧 里面的东西又一炒火 一转眼光风 便烧成灰烬了 皇上英明啊 圣上英明啊 众官员听到后如释重负 但此时宋慈内心却失望至极 即使宋皇提出要升他官职 可宋慈还是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去 早朝时分 宋皇还准备提宋慈为二品刑部左侍郎 但此时他才得知 宋慈早已脱下官服 辞官而去 永远地离开了提琴司 离开了大宋王朝 宋皇和众官员虽然倍感惋惜 但也无可奈何 还最惨的则是雕光斗 当手中没有官员的把柄 刑部上述设众人无罪的情况下 雕光斗被众人一运而上 打死在乱泉之下 画面一转 只见宋慈跪在父亲坟前 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如今的宋慈已身心疲惫 不堪重负 唯有留下这本书来警醒后人 爱深知大宋江山不会太久了 果真 在宋慈辞官三十年后 大宋彻底灭亡 但他这本喜悦其路 却借助民间流传保存了下来 这部我国最早的法医检验专著 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 早了三百多年 该书在我国法医学发展史上 有着重大的影响 该书曾被译为 和、英、法、德等多国文字 传入西方各国 该书不仅是古代法医学的经典 还因为书中大量符合近代 法医学原理的科学论述 而成为从事 现代行政法医工作者的 入门必读